各位好,歡迎來到Linus核心設計Linus核心實作課程 本週是第13週 那我們在這週呢,我希望來延續之前討論過的Linus記憶體管理 再來是我們為了後續的課程,我們來探討裝置去用程式的開發 而且呢,這個裝置去用程式的開發呢 對於在,如果大家留在台灣工作的話 你很可能會開發到這樣,就是參與到這樣開發 就是你看這個聯發科啦,聯勇啦 Liotech,就是這些公司呢,其實都有軟韌體開發的工作 那這個所謂軟韌體的開發工作呢 就跟這個驅動裝置去用程式開發有很大的關聯 那注意到就是過去呢,我們講這個裝置去用程式的時候呢 它對於這個硬體的認知會多一點 那但是呢,現在很不一樣的地方是說呢 我們今天講這個裝置去用程式呢,就不是只有硬體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從軟體層面要去思考的 例如說你在硬體上會有一個DMA的機制 但是呢,要怎麼發揮DMA,而且呢要怎麼設計一個好的框架 那像大家之前上個,就是我們在第11週有提到那個DMA Buffer 那這個就是很複雜的一個機制 然後我想大家也不要太早對於任體開發 有反感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會想要加入一家軟體公司 然後做的東西就是全部都是軟體 但說真的,全部是軟體的公司說真的真的不存在 這件事,就是全部只做軟體的公司真的是不存在的 為什麼?你看Google也好,Facebook也好 這些公司難道完全不碰硬體嗎?這是不可能的 這些公司都有碰硬體 只是說它碰的硬體呢,它可能分工的關係 導致說你可能只需要知道一一部分的硬體 那反過來說你加入像聯發科、聯友這些公司 可能就是要對硬體的認知多一點 但是因為現在資訊系統足夠複雜 所以即便呢,你算是做硬體 但是你很可能是從軟體的角度去切入 比如說你怎麼去建構一個裝置去用程式的框架 你怎麼做自動測試 那這些呢,其實跟硬體層面的關聯就比較低了 但是整個資訊系統都是一個足夠複雜 而且是足以看出你的城市開發的技巧的這些議題 而且如果說你注意看台灣Google開出來的職缺 其實過半都是跟硬體有關的 我不知道確切比例,我們有去認認算 但是你可以去看Google的Google Career 那你選新店啊,選新北市啊 選板橋,就選幾個工作地點 那你可以看說呢 有開出來的職缺呢,有很多都是圍繞在Google實力康上面 好,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特別去探討這個裝置去用程式 好,然後我們這一週的教材比較複雜 就是比較多 然後我們已經有準備好相關的錄影 就是後半段的地方有錄影 好,那我現在講的是前半段 好,那最後這就是前半段跟後半段 好,都有錄影 然後你可以交叉對照 好,然後我們先來看這個 我們在第11週就提到的Linus記憶體管理 好,我們來講這個 好,我們來講這個 那這個Linus的虛擬記憶體系統 那就對應了Linus核心的目錄叫做MM 好,然後注意到MM是整個Linus核心真的是很複雜的一環 好,這是在Linus核心裡面 以我這台電腦來,目前的程式碼來看的話 我這台電腦是6.1.26 好,然後你可以看MM的目錄 MM的目錄你可以看到檔案非常多 那如果看程式碼的話,那更驚人 好,你可以看到這邊統計 這邊Linus核心跟機體管理有關的部分 高達11萬行 做個對照 排程器的話是多少行呢 排程器是27,000行 但是跟機體管理有關的部分 它就是11萬行 那這11萬行裡面 可以說是包山包海 它除了傳統上我們講這個虛擬機體 共享記憶體 還會有各式可能跟虛擬機器有很大的關聯 像這個KSM 注意到這個KSM一開始的用途不是為了做虛擬機器 但是後來為了要發揮系統的效益呢 其實就會引入這個KSM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個MM的目錄非常精的 對不對,光看檔案的數量就很多了 好,那但是也不用太擔心了 好,我們就來跟大家來探討中間的這個運作機制 好,那我們在第11週呢 有跟大家講提到幾個觀念嘛 比方說我們講的那個reclaim 那也跟大家講說recycle跟reclaim的差異 那以reclaim我們的想法就是說呢 就是我們怎麼去重新使用 已經使用過的這個機體空間 就有些機體空間它可能會先配置 然後再釋放 或者說它先建立了對應關係 然後呢,之後解除對應關係之後呢 我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去重用 然後畫面中這張圖呢 是Ninx Kernel 2.2的時代的 那就是上個世紀的機制 當然它相對單純很多 然後從這個本世紀開始呢 有很重要的機制呢 就是它會有一個LRU 那這LRU呢跟大家以前學習這個cache repressment 看到的LRU是同一個 就是list recent use 就是說它就是有所謂的它會有去repressment的機制 然後注意到就是說從這個本世紀開始 這個記憶體管理就會跟LRU很大的關聯 那那後面呢是一直在變形的 比方說呢在Linx Kernel 6.1的時候呢 有一個叫做MGLRU 就是Multi Generation LRU 然後呢,但是不管它怎麼變化呢 其實它的概念是相似的 就是它會區分兩個叫 一個叫做inactivist 一個叫activist 那這個就是我們去維護這個 我們所管理的那個 記憶體的單元 然後呢,具體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畫面中這樣子去展現 你可以看到說呢 在右側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ActiveLRU 然後我們在demand page 在處理的最小單元 就是所謂的page 那這個page呢 在不同的這個CPU架構 搭配不同的主態 有可能會有不同的這個大小 例如說在S8664的話呢 這個page size是4K 但是呢,以ON來說的話呢 有可能就有不同 ON的話就會有page size 它可能會有4K 也可以有16K 注意到這個是取決於你怎麼去 就取決於你的這個系統的設定 就是以這個ONV8A來說的話呢 它可以有4K 16K 還有64K 這樣的話呢 其實是就是所謂的彈性 在這個彈性來講的話 有考慮到一個相容的議題 例如說在Apple M1 Apple M1來講的話呢 它的page size是16K 然後但是呢 S8664呢 是4K 那問題出在哪裡呢 因為 Apple M1上面它還有一個很 很神奇的程式 Apple M1 上面有一個很神奇的程式 其實 Apple公司呢 在長期在MacBook系列的產品呢 其實就是用Intel的處理器 然後呢 這個Intel處理器 當然它就是所謂的S866的架構 然後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當那個Apple 切換到自己設計的Apple Silicon的時候呢 就要有一個考慮到軟體的相容 所以當時呢 Apple在三年前就提出來 叫Rosita 2 Rosita 2就意味著什麼呢 其實之前就有 那更早之前的話 是從這個Motora的架構 轉換到 就是轉換到這個Intel架構 然後Rosita 2就是從 從Intel架構轉換到Arm的架構 然後這個Rosita 2呢 它就屬於我們稱呼叫做Binary Translation 就是說它是在二進位層級的去做轉換 那依據一些測試報告指出呢 它這個轉換之後的程式效率呢 大概是原本程式的一半 或者到七成 注意到這個是一個 在Binary Translation是很 真的是很厲害的一個設計 一般來說呢 Binary Translation那個效能落差可以很大 就是可能做不好的話可能 會慢五十倍 三十倍五十倍都是有可能的 那Apple做出來的這個Rosita 2呢 它就只有 只有 就是可以達到一半或是七成的效能 這是很厲害的 那為什麼要特別跟你講這件事呢 因為呢 在這樣的Binary Translation呢 其實不是只有指定題 因為它的Page Size其實不一樣 因為Apple Silicon上呢 它的Page Size設定是46K 但是呢 S860是4K 所以你可以看到Binary Translation的時候 其實要把這個Page Size一併考慮到 好 那回來看Linus 好 那Linus在講話呢 就是透過這個LRU去管理 好 那我們在那個第十一週呢 講課的時候也跟大家示範 好 那怎麼去從那個Memory Info 這個Proc 5System去看系統的這個資訊 好 然後呢 呃 我們呢 會有一個需求就是呢 因為這個虛擬記憶體呢 對應到4級記憶體呢 它是這種多對一的關係 好 就是可以看到多個對一個 好 然後這時候呢 就有個問題就是說呢 我一旦我要去釋放特定的頁面的時候呢 因為它是多對一的關係 那我要怎麼知道呢 我要求釋放的一個頁面 到底有沒有被其他頁面所使用 那就要有一個很有效的關係 所以剛剛這邊會有個RMap 這個RMap的角色是reverse 就是說我要有個這樣的對應 我要能夠知道說 我要求的某個Page 是不是真的可以被釋放 好 然後那注意到呢 這個RMap跟上面的LRU 是有很大的關聯 Linus Kernel花了很多力氣 把這件事做長期的改進 那這件事的難度在哪裡呢 因為整件事呢 要考慮到它是一個高度並行的 就是我們在記憶體的配置呢 就是同一個時間 可能會有多比的這個 多項的記憶體配置的要求 那當然有配置也會有釋放 然後這件事呢 必須要做到 就是盡量做到 不需要Lock 那你就知道就是說呢 我們在講Concurrency的那個講座的時候 就提到說 這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Lock Free 不是說完全沒有Lock 而是Lock跟Lock之間不會相互競爭 好 然後這過程中呢 也涉及到額外的問題就是 該使用到什麼樣的資料結構 才是合理的 好 然後我們這時候呢 可以來複習 複習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第四周 第四周跟大家講那個紅黑樹的時候 來 第四周嘛 第... 呃...我想講 第四... 是第四嗎 紅黑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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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 對... 第四周 我們第四周跟大家講紅黑樹的時候 那這個... 這個很有趣 就是... 我們講那個紅黑樹的時候 講到最後面的時候呢 有列出... 幾個比較 好... 然後呢 我們這次呢 終於... 我們這邊都跟他... 賣個關子 就跟他介紹說 介紹這個... 有紅黑樹啦 有Redis tree啦 還有最新的那個Maple tree 那注意到呢 Maple tree的存在 就是來... 改進... Linskno的集體管理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呢 在這個... 每個節點的大小 你看紅黑樹的... 就是每個節點只要24個byte 這個... 這個不能計算嘛 那就是三個指標嘛 就是... Parent Left child 跟Right child 然後其中顏色的地方呢 就會... 就會合併到這個... 指標裡面 好...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呢 你看到這個... Redis tree 那這個Redis tree呢 它最主要的應用場景 就是... 記憶體管理 它竟然用到... 570個byte 那Maple tree呢 就是要能夠改進... Redis 主要Maple tree跟Redis 不是同個... 思考方式 但是它應用場景是相似的 它就是用在記憶管理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它把這個... 空間降到128byte 那你會好奇啊 為什麼... 能夠用小的空間 為什麼要用大的空間 注意到呢 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就在於... 剛剛提到的... concurrency 然後...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之所以會佔用... 一個節點會佔用那麼大的空間呢 就一定跟什麼... cashline有關 對不對 就是我們希望... 說不要做那個... 就是... 避免這個... cashline的競爭 避免cashline... bouncing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我整個結構呢... 很緊緻 那... 我在這中間呢... 做了變更的時候呢... 就很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就會發生說呢... 這個cashline... 就是... 我們好幾個... 那個node... 會放到... 同一個cashline的大小裡面 那以... s8664來講的話... cashline的大小是... 64 bytes 那這個64 bytes... 是很... 相對大的空間 可以放好幾個節點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我們... 之前在講這個... 講這個... 講這個... 紅黑樹 順便講Redis tree跟Maple tree 雖然我們沒有... 沒有實際在講 但你可以看到這個空間的比較 大概想得出來... 這個東西跟... 跟... cashline alignment... 有很大的觀點 好... 那就回來看這個... 集體管理 好... 所以... 請各位了解到... 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 彼此是... 相互關聯的... 你會覺得說... 集體管理跟concurrency... 乍看沒有關聯... 但實際上不是... 我們在... 前幾週的測驗體... 有給大家這些... 相關的練習... 你可以看到說呢... 其實這些... 記憶體管理... 跟... 並行... 是... 脫不了關係的... 而且呢... 我們必須要做到... 當這件事非常有效率... 否則... Linus... 無法成為一個... 高效... 的... 作為系統核心... 好... 然後... 那... 這個rmap呢... 在實際在運用的話呢... 其實實際問題... 還更麻煩... 好... 不只是... 涉及到... 配置跟釋放的... 就是... 要求釋放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 其他的頁面... 在使用或是對應... 而且... 你還要考慮到... 額外的問題是... page fault... 好... 那這邊... page fault... 在講的就是... major page fault... 那我們知道...page fault有三種... 有... major... minor... 跟... invalid... 那... major page fault... 來講... 就是涉及到... secondary storage的存取... 所以... 我們... 在存取特定page的時候... 可能需要藉由... 做一種協助... 讓我們可以... 從... secondary storage... 可能是... disk... 可能是... sd... 甚至是... 網路... 對... 沒有聽錯啊... 呃... 在... 早期的... 作業熊設計來講話的... 這個swap的空間... 甚至可以是... 可以是在... 網路上的磁碟... 然後這個... 這個其實... 這個... 這個... 這個設計... 很古老啊... 就是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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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Mac Micro-Kernel呢... 是從1980年代... 在卡能基美容發展的... 然後... 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作業系統呢... 對於這個... 算是它已經視為了... 但是它的影響力呢... 一直...一直延續到今天... 你可以講說呢... 今天的... Microsoft... Windows... 還有這個... Apple的Mac OS呢... 其實都受到... Mac Micro-Kernel的影響... 而且當年呢... 開發... 主導... Mac Micro-Kernel 開發的... 這些研究人... 人員... 就是... 剛好就是... 一部分呢... 到了... Microsoft Research... 一部分到了... 這個... Apple公司...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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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講座呢... 在講這個... 呃... MICLE-Kernel... MICLE-Kernel... 跟那個... 就是講這個... MICLE-Kernel的設計原則... 跟那個... 正式世界的應用... 然後在我的... 書本裡面呢... 有提到... 我講的那個... 我寫的... 作業熊的書本... 有提到那個... MICLE-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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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 呃... 這邊內容跟... 你以前在教會書看的... 不會有太大差異... 只是我... 補充一些... 呃... 相對比較新的... 新的資訊... 好... 然後呢... 呃... 在MICLE-Kernel裡面呢... 有... 一個... 很特別的想法就是什麼... 就是他的那個... Virtual Memory... 就是... 呃... 這個... 算... MICLE-Kernel... 會很多人會陷入一個... 很大的迷失啊... 就是... 陷入說... 呃... 到底是MICLE-Kernel好呢... 還是Monolithic-Kernel好啊... 其實這個... 這個很難講啊... 因為... 今天來講的話呢... 其實... 很多所謂的MICLE-Kernel... 它其實也... 也... 一點都不小啊... 像那個... Microsoft Windows NT... 它的MICLE-Kernel呢... 它號稱是MICLE-Kernel架... 它的Kernel竟然高達21... 21... Mega... 不是KB... 是Megabytes... 是... 非常龐大的一個... 系統... 但是... 對外還是說MICLE-Kernel... 然後... 反過來說... 有些Monolithic-Kernel... 它就走幾K的大小... 但是呢... 就是... 因為它本體上它是... 一個... 整體性的思維... 好... 所以... 我這邊只要提醒大家就說呢... 這個... MICLE-Kernel... 之所以影響那麼... 影響那麼深入... 其實有一個原因是說呢... 它當時有很多設計呢... 是做得非常的前瞻的... 那... 例如剛才提到這個... Virtual Memory... 這個... Virtual Memory最早呢... 就是在這個... MICLE-Kernel... 上面引入了... 然後來呢... 陸續移植到... Linux... 移植到... BSD上... 這些時間點都是在... Linux還沒推出來... 那... 反過來說... Linux在90年代發展的時候呢... 剛好就可以接近在... 早前的這些... 這些發展... 好... 那回來看這個... 所以... 注意到... 我們講這個... RMAP... 其實這家管理的事情呢... 就是從這個... 對應呢... 還有... Major Page Fault... 所需要涉及的... Swap的管理... 好... 這個... 這個地方... 好... 然後... 好... 注意到呢... LRU呢... 它是一個... 很關鍵的議題... 注意到... 過去呢... 大家在學作業系統的時候呢... 通常Kernel... LRU... 只會講說... 它是... 但是... 實物上來講的話呢... 這個... 這個就是... LinuxKernel... 幾乎你可以說... 每一次改版都在... 調整這個部分... 因為呢... 要滿足這個... 一些新的需求... 這些新的需求... 就在於說呢... 第一個... 我們有更大的... 機體空間... 就是... 今天其實... 一個... 我們用的這個... 機體裝... 我們用的裝置上... 它機體空間都很... 都很龐大... 你看... 隨便一個手機... 可能就是... 6... 6GB... 8GB... 就是... 這樣的一個起跳... 而且... 它還不是算什麼... 多便宜的... 多貴的... 高貴的手機... 其實... 6GB... 就是... 內建6GB... 主機體的... 這個手機... 其實... 到... 到處都是吧... 就是... 中階就可以有... 那更高階可能會更高的... 然後呢... 在SERVER來講... 更不用講... SERVER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像... 像... 我們一台... 這是... 我們其中一台... 放在成大伺服器的機器... 可以看到它的... 這個機體就... 125GB... 注意到這個還是... 算普通的... 就是... 不算... 不算... 多麼特別的一個... 機器... 但是你看... 配置的機體空間就這麼大... 好... 所以這個... 每個時代呢... 變遷呢... 就有不同的考慮因素... 好... 然後... 除此之外的話... 還要考慮到一個... 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 我們提到... 就是... 我們會注意到一個東西叫... THP... 這個... Transparent QG Patch... 好... 那這個... 這個呢... 就是... 可能需要來...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來做什麼... 你在Linscom裡面呢... 會看到很多這種... 很特別的... 這種... 機制... 然後... 注意到... 這個... 其實這個機制... 推出來... 其實有一陣子的... 那過去呢... 你可能... 就當作沒有看到... 或是說呢... 或是它就沒有開啟... 好... 然後... 但是呢... 這邊... 這邊來講話呢... 其實... 在現代來講話呢... 其實...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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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留意... 因為... 就要跟他提到... 現在系統呢... 其實... 相對是很複雜的...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 這個... THP... 它的... 應用場景就是說呢... 如果呢... 你的程式呢... 對於這個... 效能非常的... 敏感... 而且你又需要用到龐大的... 這個... 記憶體空間的話... 然後... 你可以考慮呢... 去使用那個... THP... 好... 然後... 我們之前... 講課的時候有講到... 就是... 像這個...THP... 其中有一個場景... 就是... 像那個挖礦城市... 挖礦... 所以... 請你不要對挖礦城市這麼... 這麼反感...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產業... 那其實... 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對錯啦... 我們其實不用... 一開始就先入為主去討厭這些... 這些... 這些...這些城市啊... 就是... 就是... 你說這個浪費能源啊... 但是說呢... 浪費能源的東西多的是啊... 好... 那我們今天來探討就是說呢... 像這種挖礦城市啊... 以這個門羅幣的挖礦城市來講啊... 這個... SMRig... 那這個... 它不只是門羅幣... 門羅幣的挖礦城市啊... 其實它很多幣也可以挖啊...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城市呢... 就對... 效能很敏感... 當然... 就是... 這不難想像嘛... 因為它是挖礦城市嘛... 所以你可以... 執行越... 越有效率... 你就可以挖礦速度就越快... 那你... 資本... 去... 就是... 你的那個... 呃... 就是... 獲取資本的速度... 就越快... 然後呢... 這種城市呢... 一般來說呢... 它對... 機體的... 需求就很大... 呃...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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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做幣啊... 它就會有叫做... 它會就用到這個... 所謂的Memory Heart... 的... 的引算法... 那這個... Memory Heart... 就是... 它的想法就是說呢... 我們避免... 只是去計算...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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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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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再做下一個回合 然後這樣的話很容易就是 因為你有更新的製程 你可能從CPU到GPU 從GPU到ASIC 就是一個專用的晶片 所以導致說後來大家都在拼製程 然後像MandoB的話 他想法就是說 他避免他想要去抵抗這些ASIC 當然有心的硬要把它做成ASIC 其實管不到 但是他有一個主要想法就是說 他原本讓這個運算是一個回合接著一個回合 那就變成大量的記憶體的操作 而且MandoB的MameHard又更複雜 就是說他的想法就是 有點像說你去解謎 就是你小時候可能玩過那種 尋寶圖的遊戲 就是你要從A 然後去拆解裡面的劇情 然後才知道下一關是什麼 然後MameHard也是一樣 就是因為過去用ASIC 就可以去提高它的平行度 還記得我們今天講的CPU CPU我們就講的ILP Instruction Level Priority 然後做成ASIC來講的話 對於SHA256或是很多運算來講 就是能夠去用硬體的機制 去提升它的平行度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很大層級的 跟CPU比起來很大的效益 但是MameHard的問題就在於說 就算你把原本用CPU做的運算 把它換成用ASIC 因為它就是強制你循序的 就是解謎嘛 就解謎以外你一定要先過第一關 才會有第二關 然後第二關之後再過第三關 然後它裡面還整個更複雜的東西 就是說它裡面還有一個虛擬機器 在MandoB裡面還有一個虛擬機器 這個虛擬機器就是把每一個關卡 就編碼 編碼之後就由這個虛擬機器去講 我在下一關到底是什麼 而且這個下一關也不是說 直接有個數值而已 它是有某個機體地址 所以你不需要保留一個很大的空間 就做一個藏寶圖 還有中間的一個解謎的過程 然後像這種程式就很適合用到 Transparent Huge Page 當然不是只是挖礦程式 事實上在很多金融城市 像層次交易 高頻交易 高頻交易就是 簡稱叫HFT 最高頻交易裡面有大量的策略 大量的策略裡面 其實它對於機體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在這種程式也是很適合用THP 講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大概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程式 平凡的被置換機體 但是我又必須要求這個程式 因為它對效能很敏感 而且它偏偏又需要使用很大的一個 相對大的一個機體的範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種程式來講它在意的某幾個點 就是說像如果說我們平凡遇到TLB Miss 那這樣的話就是我們不樂見的情況 但是這種事又不可能完全沒有機會遇到 畢竟我們會處理大量的資料 所以在THP來講的話 它就可以去降低TLB Miss的成本 然後再次說如果你搭配像KVN這個機制的話 那這樣的話可以有帶來一個顯著的效能提升 注意到這個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今天講的那個機體管理 你可以看到說一些新的議題 其實跟虛擬化有很大的關聯 那注意到在Linux來講預設的主態 這個THP是關閉的 於是如果說你的程式需要去用的話 必須要額外去開啟 開啟這個THP 然後你可能在程式裡面還要再做額外的一個設定 比方說會有這個MADB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要看有一個系統互交叫Madvise Madvise 就是 Madvise這個系統互交很有意思 就是Advise大家知道嘛 就是指導 指引下指導期那個字 然後各位的指導教授就是什麼 Advisor 或者說顧問 顧問這個字有很多個字 就是中文講顧問 它其實對應到英語可能會有兩個字 一個就是consultant 然後就是可以去諮詢 但是外人可以去諮詢人 所以我們講consult 或者consultant 就是講什麼 就是說consult就是諮詢 那consultant的確是顧問的 但是這是給外人問的 所以比方說呢 像那個什麼理財顧問 就用這個字 就是比方說有一個人受保險啊 或是一個機動產品 經由某些人 那這些人呢就所謂這種理財 理財顧問 理財專員 然後他就接受外人提問 但是呢真正的影響到公司內部的 是叫什麼 叫Advisor 所以其實注意到 就是寫字要寫對 就是如果你是擔任一家公司 上市公司 一家有一定規模公司 然後呢 顧問 那你講的話 可能會被高層作為一個決策的依據 那所以這樣的職位叫什麼 Advisor 不是consultant 好不要搞錯 好 然後這個我們剛才講的Maiwise 就是什麼 Maiwise就是說呢 它就是對機體的操作下指導器 然後注意到這個系統補教很有意思 這個系統補教 它其實不是Pazis的標準 注意到它不是Pazis的標準 但是 但是在好幾個作業系統都會有去支援 像Linus會支援 BSD會去支援 MakeOS也有去支援 然後後來Pazis在2001年 甚至加入Pazis Maiwise 就是去規範 然後這個所謂的規範在規範什麼 你可以看這個選項 這個選項很多 隨著Kerno的改版 這個會加更多的指引 就是有那種指導器 好 那之所以要像指導器 就是因為我們城市的行為 說真的只有城市開發最清楚 所以與其讓系統做所有的決策 不如讓城市開發者給一些提示 給一些意見 給一些偏好 告訴系統說 我該怎麼去管理系統 那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Maiwise 就是屬於這樣的一個系統補教 就是它就給建議 最簡單的建議就是不建議 不建議就是Normal 這不用混淌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給它一個建議 比如說Rendon 就是說你的村群 它可能就是 接下來的村群 它就是東跳西跳 它沒有一定的規則 就是Rendon 那跟它反過來就是Sequential 就是說如果你確定說 你的村群就是一個接著一個 那注意到一個接著一個 這很重要 因為對於Cash 這就很敏感 而且如果你總是可以確定說 記憶村群是一個接著一個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很重要的事 叫Reader Ahead 這Reader Ahead在做什麼 就是台灣最會的 台灣家長最會做的事情 都是偷吃步 偷跑步 對不對 這個 哇 這個我印象太深刻了 這個當我老婆還在做月子的時候 就很多人就在討論什麼 就是你知道媽媽們 就平常好像沒什麼交流 就是成為媽媽之後就變交流 就開始交流 然後就要開始討論了 要去讀什麼幼稚園 然後我就想想不對啊 不是剛出生嘛對不對 你看 做月子中心不就是剛出生對不對 為了要減輕母親的困擾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做月子中心 但是你看這個家長們 媽媽們可能父親還好 媽媽們就開始討論 要送小孩去什麼樣的幼稚園 要讀什麼國小 要在什麼學區 對不對 但是這就很奇怪對不對 還在吃奶耶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Reader Ahead 對不對 就是說要預先做這個處理 好 這個我華人把這些發揮得很透徹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 大家能夠讀到成大 你的父母親呢 可能 不是可能 一定呢 就及早給你做準備 對吧 你想想你什麼時候開始學英文 我不相信你國小 國中才開始學英文 不可能 幼稚園就開始學英文了啦 怎麼學 This is apple This is banana 對不對 就入宿時代 你幼稚園 或是你還沒上幼稚園就在學了 好 這個就什麼 就是 因為你知道呢 讀書就是這樣 就這樣 它就會照著一個特定的一個順序 好 那有些極致很有趣的 比方說這個Mainwise叫什麼 Don't need Don't need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說你看這個說明 這個說明跟什麼 它說在最近的時候 最近的時候它不會這樣 不會就是近期上不會用到 你說奇怪 這個建議到底是什麼屁用 注意到這個東西超好用的 這東西的應用在於什麼呢 就是你想 假設我今天是要做一個 機體的搬動 好 那你看喔 機體搬動的話 就是我們想要把A這一區的機體 搬到B區 對不對 你想 假設這個東西叫A 這個假設B 然後你看喔 我今天要把A的內容 搬到B A的內容搬到B 那所以呢 我就是呢 我可以做 就是從這邊資料 要複製到從A複製到B 那但是呢 我複製一定會有它的空間限制 我不可能全部複製 我一定要照什麼 照著我機體存取方式 好 所以我就存取一個區域 然後呢 複製過來 再到下一個區域再過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去設定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在存取的時候 你看喔 我在這個範圍 這是一開始對不對 那下次範圍就是什麼 就移到下面去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個區域 就原本這個區域標示成don't need 那這樣意味著什麼呢 就是我在一直在版懂 但是其實我原本的sauce 就不會再用到 因為我們在意就像是destination 好 然後注意到這個機制呢 對於機體配置器非常之重要 例如我們看看me-mail.com Microsoft的me-mail.com Microsoft的me-mail.com 裡面呢 其實就用到什麼 就用到這個don't need advise don't need 你看他說在這裡 你可以告訴他就是在做記憶體存取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 就是他有特別去運用到這個me-wise don't need 好 這個詳細的話 你可以參考這個me-mail.com 或者其他的機體管理器 好 那總之就是說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 就是我們講這個 講這個 講這個 huge page 那其實這個我們就需要運用到這個me-wise 去給予這個必要的一個提示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後面的地方請你自己看 因為這個東西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你不需要一開始就建立 就是知道全貌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就是像一個金字塔 就是一開始看到一個什麼 看到一個頂端 然後逐步擴大擴大擴大 然後這樣子就是慢慢到你的基底 你不需要把每一個環節都看完 因為過去你可能習慣說 把每一個環節慢慢慢慢看 但是在這個Linscone來講話呢 其實先有一個概念 然後逐步可以深入 這是很重要的議題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呢 就是說 在我們講那個機體管理呢 其實 跟現在的CPU加工有很大的管理 然後以前呢 我們講機體管理呢 你會覺得說是像畫面說這樣 對不對 就是有CPU啦 你可能知道就有北橋南橋 北橋是比較快 比較靠近CPU叫北橋 然後比較靠近周邊的叫南橋 然後當然有些架構比較單純 就是CPU然後直接對IO 這是你過去在教科書看到的 對不起 今天開始了 你要了解到 就是現在的東西都是很複雜 那現在的機體架構呢 其實像這樣 像那一塊Newman architecture Newman architecture 你可以看到說呢 這一塊機體跟這一塊機體 實體上它是不連續的 就是說在這邊來講 這邊是實體連續的 那另外一塊呢 是實體連續的 但是兩者呢 實體上是不連續的 那同理 上面這一塊跟這邊這一塊呢 其實實體上不連續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畫面中在講話 有四個 四塊實體上不連續的機體 那中間呢 透過高速的interconnects 去連接起來 那這樣的一個 我就所謂叫Newman架構 然後這個Newman架構來講的話呢 它對於整個系統來講 有很大的挑戰 就變成說你機體管理要怎麼設計 那在我提供給各位的書籍 在我寫給各位的書籍裡面呢 在這個2.4 就是講這個 講這個多核處理器的時候 其實也有講到什麼 講到裡面排層的影響 這個多核 這個多核處理器我們又提到什麼 提到這個 也提到這個Newman架構 那這個Newman架構呢 就要額外去思考 思考說我怎麼去排層 然後 我們之前講到排層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這個 集體管理 休息一下 好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這個 Newman 這個Newman架構 算看起來這麼麻煩 但是為什麼 我們要特別去講這個Newman架構 因為 因為其實受限於這個 現新的這個製程 其實如果說你要讓你的CPU核數能夠達到一個更高的規模的話 提高你整體的平行度的話 那Newman就是一個很經濟實惠的一個架構 儘管你要解決很多問題 現在我還沒看到 就是 MEMM被切成好幾個區域 但是它是一個很經濟實惠的一個機制 然後 這個 Newman的問題 其實 在擴充之後呢 還會更複雜 會搭配另外一個東西叫KBM 這個KBM的話 我們預計在 下 下 下週 下週跟大家來探討這個KBM 但是 這邊還是有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KBM在做什麼事情 它就是提供那個 提供虛擬 在Leans核心層級的提供虛擬化建設 然後我們講虛擬化有分三個層級 一個叫做 指定級 就是 指定級CPU的虛擬化 第二個就是 Memory的虛擬化 記憶體的虛擬化 第三個是 就是 周邊 Io的虛擬化 這邊 第一個叫做什麼 CPU Virtualization 第二層級 叫做 Memory Virtualization 第三個層級 就是叫做 Io 或是Preferal Virtualization 然後 你可以看到畫面 就是在講話 這邊有個KBM 那這邊KBM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 它可能會 對應到 若干的Virtual CPU 就是 你這個實體的CPU 變號0 它可能會有一個 對應的Virtual CPU 可能叫做 變號 11 12 這個就是一個虛擬的CPU 然後這邊講的議題在哪裡 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做配置任務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要去做Migrate 對不對 就是做Migrate 在我們這邊也有提到 就在我給大家的書籍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這中間其實有個難題 就是我要怎麼去做這個遷徙 那這樣的一個Migrate 觀點就在於說 我們其實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又要確保它的負載平衡 就所謂的Low Benz 然後 然後又要確保說 我們在搬動過程中 要考慮到 考慮到本身的特性 本身的特性要講什麼事情 就是說 因為你看 就是假設我今天Migrate的時候 我要從左上角Migrate到右下角 那其實這邊就需要透過兩倍路徑 你看 從左上到右下 左上到右下的話 其實我沒有直接那個通道 對不對 我沒有一個高速通道是從左上到右下 所以我就要透過這個 再這個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一個Distance 叫做2 就是兩倍Distance 那這樣的話就是更高的成本 更高的存取成本 然後 所以這個資訊勢必我們要有一個有效的方式 去追蹤去記錄 好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 這就是 在Linus核心的排程器來講話 它就會有一個 我們稱呼叫Schedule Domain 然後它的目的就是維護這樣的Topology 特別好 Topology不是只是在電腦網路才會看到這個詞 這個詞其實很多領域都有 至少在Linus核心裡的CPU排程器就用到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話 它就會去 藉由維護這樣的Schedule Domain 去描述這樣的資訊 然後在機體管理來講話 也有類似的狀況 因為我們會做Migration 對吧 然後我可能會從0到1 也可能會從1到0 好 那這樣的一個 就涉及到很多額外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我該怎麼去維護它的Affinity 注意到我們這邊講的Affinity 是Numa Affinity 就是說我今天是一個Node接著一個Node 注意到那個數據 回看上面的圖 左側是一個Node 右側是一個Node 一個Node裡面會有包含若干的CPU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Node裡面其實它就是 一組SMP 對稱多處理器 然後 右邊 叫Node1 Node1它就是另外一組SMP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在左側跟右側 它們的記憶體 這個記憶體 是實體上連續的 同理 右側來講實體上是連續的 但是 對左右兩個Node來講 實體上就會不連續 要透過高速的Interconnect 把它傳遞起來 所以在Affinity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 這樣的表現就很重要 就是跟他說 這個是 當你沒有去設定Numa Affinity 你可以跟他說 我中間的Migrate數量就會相對多 然後如果說 你有設定這個Numa Affinity來講的話 某些Node它就不會去Migrate 所以它就會被限定在特定的Node上面 當然一個Node裡面 它就有若干的節點 然後注意到這個成本 是一個很高的成本 所以有很多的 不管是學術研究 還是 在實作層面都有很多的研究 然後再嘗試去改進這個部分 好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講到下一個環節 下一個環節就來探討Linus的基底管理 這個也是延續第11週的內容 好 那注意到這個有相關的錄影解說 請搭配看 好 那接著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一個很關鍵的極致 我們稱之為Body System Body System 好 那個Body System在做什麼事啊 嗯 就是說呢 我們在設計一個有效的基底管理器 其實需要一些機制 那其中呢 Body System它是一個很經典的設計 好 這個機制的經典地方在於說 它有一些很關鍵的想法 那注意到這個想法 算是很關鍵的 但是呢 它在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一個變形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它的一個演算法 就是 它的一個關鍵演算法 就是說呢 它先配置一個2的密 可以看到 它就是把這個block size把它切成2的密 那為什麼要把它切成2的密 這個就很有意思啊 因為這個乍看的很不直觀 對吧 就是說 因為以前我們在做基底培制器的時候 可能會認為說 我就是一個區塊接著一個區塊 我能夠去找到合適的區塊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2的密呢 我來講話呢 有一個好處 注意看啊 這邊有個好處在哪裡呢 其實這件事呢 涉及到我們存取的頻繁度 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那個基底的區塊 區塊的大小呢 其實它跟它的那個頻繁度 其實會有一些很特別的關聯 在不同場景呢 你甚至可以找到一些特定的規律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像我們講這個資料庫啦 講這個網頁伺服器 或是無形處理啊 那這些都無可避免呢 會有大量的基底存取的需求 那這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像以資料庫來講話呢 其實多半的時候呢 資料庫的存取多半都是小物件 就是它平常會有小物件為主 那可能在某些狀況會有一些大的物件 那網頁伺服器呢 也會有類似狀況 就是說呢 過小的風暴跟過大的風暴 不是不會存在 但是它的比例是很低的 那反而是在中間大小的風暴呢 是容易出現的 然後於是呢 在很多網頁伺服器呢 就會提出一些不同的策略 去面對這些處理 好 然後在這個body system來講話呢 為什麼它叫這個字 為什麼叫body 這個body這個字呢 它的意思就是夥伴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出現的年代很古老 1963年 你知道1963年什麼概念 1963年就是人類的作業系統才剛開始開發的 就是多人作業系統才剛開始開發的年代 那個時候就有了 然後那個年代甚至那個synchronization那些機制呢 都還是負資缺乳的年代 這個body memory allocation就提出來 它是一個很古老的 但是一直到今天都很有效的一個機制 好 那首先呢就是它會把這個區塊切成二等幣 剛剛提到 好 然後它之所以叫body呢 就是因為說呢 它會有提到這個就是它會有一次 就是它的夥伴關係 就是它配置可能會是這個成對關係 好 那例如說呢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邊 就是 就是在Ninus kernel來講話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們可以來看我們的body info 好來看看這個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呢 像我這台電腦來講話的 就是我在電腦上呢 就是有 有這個什麼 編號0到編號31的CPU 好 然後呢 在這邊來講話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它會有分這個 這邊有好幾個數值 那這個數值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它就看說 每一個 記憶體的區段 它對應的配置數量 好 那注意到 就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每一個等級呢 其實它配置的數量會不同 那有的會特別少 有的區塊會有特別多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會有興趣的 那你可以看 以畫面上的圖來講話呢 這個編號4567 標件就是04567都是使用中的 那如果說呢 我去把1跟2去釋放 好 然後呢 在這個來講話呢 這個我們講的Body 就是說 0跟1是夥伴 然後2跟3是夥伴 就是這個相鄰的是夥伴 然後1跟2 雖然是相鄰 但是它 但是他們並不是Body 就是所謂是Body 它就是同個大小 同個區塊 它可以整病 然後呢 這樣的一個機制在於說什麼呢 那我們呢 就可以去防範 防範那個碎片 那這個Body System 最重要的想法就是說呢 它做過這樣一個 合理的一個分配 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規劃 那為什麼它用2的密呢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的地方 就是說呢 你可以看它後面的討論 那這 書一下這件事情 可能花點誰去看它的討論 那這個關鍵在於說呢 過去呢很多碎片化的原因就在於說呢 你可能會有一個小的區塊 跟大的區塊 對不對 那我們 我們在配置的時候呢 我可能是 配置了若干的小區塊 然後呢 釋放的時候呢 我就釋放了這個 若干小區塊的中間 或者說呢 我就是大的區塊 跟小區塊交叉 去配置 然後呢 我終於可能把大的區塊釋放了 接著呢 又小的區塊 就佔據原本大的空間 所以原本我可以配置一個大的區塊 但是呢 我之後 就算做了釋放 然後在不久的將來 又再去配置相同大小的空間 反而它沒辦法配置 為什麼 因為中間那個區塊被占滿了 所以這個八十四神的關鍵就在於說呢 我要怎麼去找到一個合適的排列 我要怎麼去把它分組 所以這個東西的關鍵在於說呢 為什麼要把千人 Odemy 這樣的一個大小呢 就是為了要去重新去分組 好 然後 那在這個 多數的這個機體的 多數的機體管理 多數的虛擬機體管理來說的話 以這個4K為單位 這是典型的系統 那當然就是說 這取決於 取決於這個Linus的主態 那我們講這個4K呢 是Page Size 但是實際上呢 我們物件不可能都是4K 其實大小會有各自不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之前的水量測驗 我們有講到那個機體管理器 那其實可以讓大家來思考 就是每一次呢 都為小物件去配置4K是不划算的 好 那所以呢 因此呢 又需要額外一個策略 就是Body System呢 是能夠讓機體使用更有效率 然後降低碎片化的發聲 但是我們還需要額外的策略 這個額外策略我們稱為它Slave 所以注意到 就是Body System是一個很古老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一直沿用到今天 但是呢 我們需要針對不同的大小去提出 針對不同的物件大小去提出 其中的策略 那其中很有效的策略叫Slave 那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在Lins坑裡的這東西也是 沒有 有個東西叫SlaveInfo 這個SlaveInfo 好 像這個SlaveInfo呢 就是講這個機體的配置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裡面的資訊量就很大 就是包含說像這邊是檔案系統的啦 像這邊的話是網路封包的 然後還有什麼KVM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KMidlock 那大家以前在寫Fibonacci Drive那個作業的時候 應該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配置機體 其實不是你要配置多大就可以配置多大 其實這個也會受限於Kernel本身的機體配置 好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SlaveInfo 好 這個SlaveInfo這個想法很有趣 就是說因為光靠Body System 不足以讓我們有效的去 它可以解決水平化問題 但是不足以讓我們去解決各式各樣問題 就是有小的物件有大的物件 這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它有一個想法是什麼呢 就是SlaveInfo想法就是說 它跟Body System去批發機體 就是我先去預先去要求 要求批發這個機體 然後加工切塊之後再零售出去 這個東西很有趣 就是這個管理的地方在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這個策略就是我先配置好 然後依據不同場景我去提供對應的 對應的對應的機體內容 然後呢 這個本質上就是一種組合漏 組合 有趣吧 組合漏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 你看 這個 比喻很有趣味 對不對 就是說呢 你看我今天去配置一個空間 比方說我是 就是以4K為單位 然後配置10個單位的空間 好 然後呢 當然我要求配置的空間 其實它就是 系統的先配置好空間 好 然後呢 相當於是 需要的時候我去取得這些機體區段 好 這個機體區段的時候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就是要去 調整 因為不可能你每次都是 你剛好要的空間 所以在坑頭裡面就會頻繁去做這種 做這種機體的調整 這也是為什麼Memory Reclimination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 機體總是需要什麼 需要去做這種類似這種組合弄 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Snap呢 其實是1999年提出來的 就是在上個世紀末提出來的策略 那其實是很有效策略 但是呢 在後來呢 Kernel的開發者發現 會計不足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對於NUMA 對於這個 這些Lock 在並行的狀況下 對多核的狀況下 還有大的開銷 所以後來就會有新的機制叫做Snap 然後在Linus kernel裡面呢 它其實有三種 三種記憶體配置器 一個叫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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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最後這個 時間呢 並不是說 完全照這個上面的時間順序 你會覺得說好像 1991年到現在就叫Snap 然後1999年到2008年叫Snap 然後後來叫Snap 注意到 它不是說一個 一個線性的演化 雖然我特別把這個時間寫出來 但是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說 在1991年的時候叫Snap 然後1999年叫Snap 不是 而是說呢 從1999年的時候呢 你有一個額外的選項叫做Snap 然後呢 2008年以後呢 有一個叫Snap 但是呢 Snap跟Snap其實都是並存的 注意到 Snap跟Snap是並存的 然後呢 Snap其實是可以包裝成Snap的界面 這件事聽起來很老舌對不對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說 給大家看這個Snap的界面 SnapInfo對不對 那這個Snap在這裡對吧 然後 Snap本身就是一個界面 所以你看 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可以看到說呢 在這裡面呢 就有很多Kernel不同的物件的配置 然後這個界面呢 都包裝成叫Snap 所以你可以去PROC的 PROC File System去存取到SnapInfo 對不對 可以存取到這個SnapInfo 然後呢 Snap是 是因為Linx Kernel在多核的環境下 發現Snap的限制 所以後來去發展一個東西叫Snap Snap它的界面仍然包裝成Snap 所以實際上呢 像我這台電腦上 真正在用的東西的是Snap 但是對於 但是界面的名稱叫做什麼 叫做Snap 有沒有覺得奇怪啊 Snap對不對 你看我這台電腦上面 我們實際用的機體配置器叫Snap 但是你願意的話也可以用Snap 你甚至可以用Snap 你看有三個可以選 所以我這邊來講的話 我依據預設的主態我選了Snap 這是在多核的是預設的 好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說呢 這個Snap是最精簡的實作 它的有很多問題 像那個它會有碎片化問題 效率很差 然後Lins Kernel在6.4正式拋棄 Snap 6.4在此時此刻呢 還沒有釋出 不過就是已經有一系列討論 跟一系列Patch在進行 好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你可以搭配看這個 搭配看這個 這個演講 就講這個Snap Snap、Stop跟Stop之間的關係 Lins Kernel的 預設的機體配置器就是Stop 然後這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跟CFS一樣 是從2.6.23引入的 所以這個Lins Kernel 雖然它有非常多版本 但是某幾個版本 它會給大家很大的一個變更 那2.6.23就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就是2.6.23這個版本 它有CFS 有Snap 這個東西一直到今天都還是影響到現在 好 然後你看喔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K-Malloc 96 192 832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剛才提到的 剛才提到的 Body System 所以你現在看得懂了吧 1K啦 2K啦 4K 8K啦 128 256512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Body System 所以這都是什麼 就是 那個 8D System 它所 配置的空間 好 好 然後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 那個 Over Commit 那這個 Over Commit 這個很有趣啊 對不對 就是 這有趣的地方是說 其實這聽起來很深啊 但是其實就是 其實大家日常啊 對不對 你看你高中的時候啊 這個高中的時候呢 真的很辛苦啊 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啊 然後你可能 可能聽起你爸你媽的要求 去讀了第三類組啊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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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想念資訊工程啊 對不對 但是呢你爸你媽就說 哎呀 去讀第三類組啦 那個 萬一不小心考到醫科啦 對不對 類似的你爸你媽都會有這種幻想啊 對不對 所以你就跟著你 照著你爸你媽的要求 你讀了 讀了第三類組 所以要考生物啊 雖然你讀 讀資訊工程跟生物 沒什麼太直接的觀點 對吧 好 那你看喔 你以前呢 讀讀多科目呢 依舊表現得不錯 為什麼 因為你是歐卡密的 反正呢 老師說要考試 好我要考試 要交作業 好要交作業 那你會不會立刻做呢 你不會立刻做 你會照自己的步調 但是呢 你還會有一個輕重環境 比方說明天呢 要考 要考 要其中考 然後呢 這個科目是很不熟的 你就趕快學 那反過說呢 明天要考試的科目呢 相對比較簡單 或說明天呢 要交作業沒錯 但是呢 是下午才要交作業 所以你就可以到學校 早上的時候 就是 利用上課時間寫作業 對不對 或是超同學作業 好 這個注意到 我不是教你 教你做壞事啦 我說這就是一個技巧吧 好 那你看喔 這個技巧呢 其實呢 人類呢 用這種 這種 這種技巧啊 就是明明有要求 但不會急著做 會 妥善的調整 其實這個策略也可以用在電腦裡面 其實Linus Kernel的預設就是這樣 叫做all commit 就說呢 因為 多半的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配置機體 配置完不會立刻用 所以我可以先怎樣 先總是答應 總是答應說 這個機體配置 好 只要有機體配置的需求 我就怎樣 我就說好 我答應 然後呢 所以你看喔 像這個Linus Kernel 然後呢 預設呢就是什麼 預設就是會有這種 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策略 好 那你看喔 我可以把它設定成1 就設定成1的話呢 就是 我就是總是做all commit 而且呢 不檢查 反正人家有什麼要求 我就這樣 我就答應 那你說 到時候出錯的時候怎麼辦 出錯的時候呢 就會盤的Pitch Vault 那只要的Pitch Vault 不要發生的太頻繁 這樣的all commit 就有效應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呢 其實多半的時候是有效的 而且呢在Server side 這個東西很有 很有 很會發揮作用 因為在Server side來講的話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是 有機體配置需求 但是呢 不會立刻 立刻用得到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 把它設定成2 就是說呢 我總是要做 機體配置的檢查 然後去不做all commit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呢 不至於發生到 某個時間點 機體不夠用 可以機長知道這種狀況 那確認就是 你能夠執行的行程的總量 就大幅減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系統來講 你看在我系統來講 我們預設的主態 像我這台電腦上 預設的主態是什麼呢 預設的主態是 你看 你看我這台電腦上 我就是用那個預設主態 就是我可以做all commit 然後呢 我這樣 依據情境我去調整 那在Android裡面呢 就是 你看Android人家們 Android裡面呢 就是設定成1 總是all commit可以發生 好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呢 你可以去追蹤 追蹤我們的 追蹤記憶體的配置過程 好 那首先呢 你要先檢查你的那個 Kernel 像我這台電腦是5.15.0 好 好 我們去看我這台電腦的主態 好 好 我們去看我這台電腦的主態 好 好 好 我們去找 好 找了Tracer 欸 要按 按 按 好 就是我們去找 就是首先呢 你要確定說這個 FunctionTracer有打開 好 然後呢 AppTracer也要開枕 好 你確定這個東西要開枕 好 那你可以跟他說呢 像我這台電腦上的 這兩個選項都開枕 好 然後 你要檢查呢 這個 這個 好 就是我們做tracing的話呢 就是這個 這個目錄 就是相關的質詢就放在這個目錄下 好 然後 那我們可以怎麼用呢 你可以到這個目錄下 好 cd到這個目錄 然後呢 你又可以說我要去追蹤什麼 追蹤我的 集體管理 就是 然後 kmaloc 然後呢 你可以 就是說我要去追蹤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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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aloc 跟kfree 的 實踐 好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就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說 就可以 把這邊打開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做一些事情啦 做一些事情啦 注意到我們剛才敲一些命令沒錯 但是這個時候可能沒有什麼太複雜的事件 在我這台電腦上相對是比較空閒的電腦 然後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要去看那個什麼 就是看說在這邊 我們把tracing這邊就關閉 然後接著你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你就可以來看那個 看你的trace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剛才那個動作過程中 這個就很精彩對不對 這邊就是Function Tracer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邊就是Time Step 然後這邊就是Function 然後我們剛才的操作就是說 我們去追蹤我們的 機體管理 然後就是機體配置 機體釋放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指定的時間點 在配置 然後來自什麼什麼子系統 像這邊來講的話 XHCI就是USB的子系統 然後在後面 你看又還是USB的系統 所以你看USB系統其實 就是它每隔一段時間其實會有什麼 其實是會有機體配置的需求 然後在後面的話 你看後面還是有對不對 這個還是USB的事件 此外你會看到說 這邊乍看有什麼 乍看不知道是什麼的事件 所以你看我們的系統 其實你看我們剛剛沒有特別做什麼事 我們就是敲幾個命令 然後在相對短的時間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Kernel還是做無謂的事情 然後你看這邊還有 loadEF 這裡是什麼 我們剛剛不是執行我們的程式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執行我們的程式 Kernel為了要執行我們所需要的程式 也需要什麼 配置空間 這也是為什麼之前我們在用 S-Trace這個工具去追蹤系統補教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就算哪怕只是執行個簡單的 印出Hello字串的程式 也會有nmap 為什麼 因為Kernel終究是要做這些操作 這邊可以看到說 F-Trace就可以去追蹤的中間 就是可以知道它的使用方式 好 那關於這個F-Trace呢 請你搭配我寫的書的 我寫的書的第六章 抱歉 對 第六章 第六章就是 就講這個F-Trace怎麼用 你可以看 這大概有20頁的內容 就跟你講說 這個Function Tracer怎麼用 怎麼去解讀 包含說怎麼去看這個Time Stamp 然後你可以搭 然後這個功能很強大 因為就是 尤其在做期末專題的時候 應該有機會用得到這個F-Trace 去看說 到底時間開銷在哪裡 到底哪個地方是真正好的 就是影響到效能的因素 好 這是記憶體管理部分 好 那我們就進入到下一個部分 然後下一個部分我想跟大家探討 這個ShareMemory 這個ShareMemory的話 其實它會有不同時期 會有不同的API 我們這邊講的是 Posits ShareMemory Posits ShareMemory的風格是shm開頭的 這個叫做 shm開頭的 這個叫做Posits ShareMemory 然後有跟它相對的東西叫什麼 叫做 叫做 System-Fi ShareMemory 注意到 這邊是Posits ShareMemory 但是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System-Fi System-Fi ShareMemory 注意到 這個 這個你要唸成Phi 不能唸V 這Phi表示版本 然後 然後 System-Fi ShareMemory 原則教授System-Fi的東西 都是為了相容的存在 就是它是一個古老的UNIS System-Fi是貝爾實驗室 當年為了要做UNIS的商業化 大家知道UNIS一開始是不能做商業化的 因為 貝爾實驗室當初是被規範說 不能 不能銷售電腦硬體 然後 就是當初 因為以前的軟體是跟著硬體去賣的 所以 貝爾實驗室當年是不能賣硬體的 所以導致貝爾實驗室當年對UNIS做一些很沒有興趣 後來貝爾實驗室的AT&T的律師找到一些專利 還有一些授權方式的一個 找到可以授權的方法 所以它後來就針對UNIS做了商業化 商業化之後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其中System-Fi相當於是UNIS商業化的一個標準 然後 在這個標準裡面就規範一些API 例如有一個API就是做IPC Interprocess Complication 但是注意到就是 System-Fi有很多介面都是過時的設計 它的風格長得像什麼樣 我們來看看 它的這個風格 它的風格是這種 SHM SHM開頭的 但是它沒有底線 注意到 System-Fi的介面是SHM開頭 沒有底線 但是如果是Posits Share Memory 是有底線的 所以搞清楚 有底線是表示Posits Share Memory 而且這個是新的標準 沒有底線的話是舊的標準 而且是被認為是氣質的 它是為了相容性的存在 其實現在來講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你應該用到新的介面 而不是舊的介面 但是不代表說 你就不需要學舊的介面 因為你的城市 有可能是舊的 所以這個時候會一直強調歷史 因為其實 作為一個城市開發者 你會改到比你年紀大的城市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因為很多城市它會一直延續 像銀行的金融醫療 有很多城市都會持續延續 然後在Open Source的世界也會這樣 就是Open Source的世界 就是有很多城市 是從很古老的時候就存在 比方說從UNIS的年代就存在 所以你就要知道這些歷史的脈絡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在講這門課的時候 特別去講說 講歷史典故 不是為了什麼掉書袋 不要誤會 這個東西就是你要知道 它的歷史的演化 我們這邊就特別講 Potis Share Memory Potis Share Memory 它的一個主要的用途就是IPC 我藉由Share Memory之後 我就可以來做跨越行程之間的通訊 當然不只是行程 兩個執行序之間 其實也可以用這種機制來通訊 然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說 IPC這個詞雖然叫做 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 但這個詞針對多執行序依舊可以用 多執行序的時候我們依舊用這個詞 就是我們講兩個執行序之間的通訊 其實也是用IPC這個詞 而不是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 甚至呢 如果我們講的是分散式系統 其實也用這個詞 這個詞很特別 雖然它的全名就是Inter Process Communication 但是這個詞可以用在多執行序 也可以用在分散式系統 當然有些人就會認為這個用語不精準 所以它可能在分散式系統 會有額外的定義 好,我們休息一下 好,繼續 那麼剛才提到的就是 講這個Potis學任務 然後作為IPC機制 然後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幾個API 然後這邊會有個叫shmopen 那你可能好奇啊 為什麼叫shmopen 而不是叫open 這個呢 就會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UNIS裡面我們說 Everything is a fire 但注意到 其實這句話是不精準的 這的確是UNIS的一個設計哲學 但是UNIS沒有辦法貫徹這件事 這存在一些例外狀況 例外狀況是什麼呢 像我們講網路 網路程式怎麼用呢 網路程式其實不是用open 對吧 你看我們那個Sockets Sockets Sockets UNISSockets Interface 店 嗯 Bus 你看嘛我說在UNIS的Sockets前面啊 就是說我們存取其實不是用OpenReaderWrite 其實你可以看到還是需要額外的一個操作 比方說這邊有一個API就叫Socket 去設定說它是什麼樣的型態 當然你要把Connection關掉 你可以用Cross 注意到的就是說Everything is a Fire是UNIS的設計哲學 但它並不是在每一個層面 每一個層面都是這樣用的 其實在很多環節來講 你不能用同一套方法來存取 所以你不能把每個東西都當檔案 你可以看到這句話就講得很經典 其實在UNIS來講話真正的運作的方式是 Everything is a Fire Descriptor 就是說你要先取得的一個FD 你可以把Socket The Naval Socket當作FD 然後你也可以把實體的記憶體當作FD 然後Share Memory也可以當FD 但是Share Memory其實你不能把它當作 就是它 你不能把它當作單純的檔案來存取 所以注意到就是 我們這個SHN Open 你看喔 SHN Open是是什麼呢 SHN Open 會得到什麼東西呢 會得到FID Descriptor 所以就這樣 我們用SHN Open會得到FID Descriptor 所以 它的開啟方式並不是只是用 不是用單純的Open去開啟的 而是用SHN Open 那同理Socket也是有類似的狀況 但是一旦有FD之後呢 我就可以用ReadWrite 還有Close 所以就是 Everything is a Fire 這句話是Unis的設計哲學 但是真正在弱實來講話呢 是Everything is a Fire Descriptor 好 然後我們藉由這個SHN Open可以取得FID 好 然後 那我們看那個實際的用法吧 就是底下有一個範例 範例 這個範例就是說呢 我們想要做一個Sender 那相對來講叫Receiver 就是說我有兩個行程 注意到 Sender跟Receiver各自是不同的行程 你看到各自都有 各自都有Main還是 Main 然後呢 兩者的都 都 運用了 Share Main Open 那我們開啟的是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 這樣子吧 叫做這個 Exception Exception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Sender 它就開啟之後呢 開啟之後呢 就 設定成 它是Create 那注意到 在Unis來講的話 有很多東西呢 是 其實很荒謬 就是 有沒有 像這個字 C-R-E-A-T-E 對你有沒有 這不是打錯字 注意到它就是 它就是這樣錯字 你看 C-R-E-A-T-E 這個字其實荒謬對不對 就是 它其實是C-R-E-A-T-E 但是呢 這個字怎麼來 這個錯字怎麼來呢 就是 當年呢 Ken Thompson接受一個訪談 那個訪談 很有趣 我已經忘記它在哪裡了 我可能之後再找出來 就是在Ken Thompson接受一個訪談 說呢 就是記者問他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 你要做什麼 對不對 那個Ken Thompson說 他如果人生可以重來 他沒有說他想當禮拜 但是他說呢 他說他想要把這個 UNIS 裡面呢 有幾個錯字 他好想把它改正 其中一個錯字就是Create 他想要把Create 這個錯字拼 改正 所以注意到 這個錯字 這個怎麼來呢 就是當年那個 Ken Thompson的錯字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呢 就 因為UNIS太成功了 從第一版呢 就錯到現在 所以導致後面的作業系統 雖然已經邁入21世紀了 就是50幾年前的錯誤呢 一直到現在都還連續 這就叫什麼 歷史工業 好 然後呢 既然Create都已經錯的這樣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知道 好 這是表示它的模式 它就是Open的對應的模式 對不起 也要跟著錯 好 總之就是我們就去設定它的 Gating Permission 可以說可以讀取 可以寫入 好 然後 就是打開了Share Memory 然後呢 這邊可以得到一個FD 得到FD之後呢 運用剛剛講的 AdMap 注意到這超重要 就是呢 我們開啟 Share Memory 我們看一個示意圖 Linus Share Memory 你可以看到就是 你把左邊的當作Sender 右邊當作Receiver 所以首先呢 我們先開啟Share Memory 得到這個FD 得到FD呢其實不夠 因為FD是讓你操作 所以我們其實想要操作的是什麼 操作裡面的內容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運用 AdMap AdMap 這個東西 強大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我AdMap呢 可以 可以要求 Kernel給我一個 Anonymous 就是給我一個 Anonymous 匿名的空間 那我可以用這個匿名的空間 來實作一個 記憶體配置器 然後但是呢 我在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我可以讓兩個Process 然後建立Share Memory之後呢 再用NMap 所以你看到 這個 Unis風格的想法就是 它就是一個一個的 就像積木這樣組合 所以你看 我一開始先建立Share Memory 接著呢 下一步就是用NMap 然後呢 讓兩個Process之間可以怎樣 讀取到同一個空間 然後呢 以 MNU的觀點 這件很有趣 因為以MNU的觀點來講的話呢 原本的Process1跟Process2 都是不同的 Virtual Memory Address 但是呢 一旦 有建立這個Share Memory之後呢 然後呢 用NMap去存取到 機體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就有趣了 變成說這兩個Process 事實上呢 它存取的 可以是同一個Physical Address 所以這樣的話 意味著什麼呢 就算呢 我們有很多的 Process 但是只要呢 我今天存取的Share Memory 是同一塊 就算有很多Process 因為它存取的 就會是同一個Physical Address Physical Memory Reaching Physical Memory Page 所以這個時候呢 效率呢 依舊是很好的 那當然我們還要考慮到 額外的問題 就是像那個 像一些Lock 就是我們不考慮 Lock的中文下 就是我存取到同一個Physical Patch 這個效率是高的 然後呢 在整體的這個機體運用呢 也是很有彈性的設計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不要小看了 你有沒有好奇啊 這個Linux的Share Memory 有什麼情境是看的 是你用得到的 這很好玩喔 PTT 不要壞 BBS 就是這種情境 這個東西很酷 就是呢 找給你看喔 如果你去看那個PTT的Source Code 你會看到這一 有一段 就在講那個Share Memory 好 這是在那個PTT的BBS 那個Source Code裡面 就是有一個 它叫做Initial Share Memory 找給你看 好 這個東西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呢 你知道那個 這個PTT 它的BBS呢 它其實是做了很多的改版 那這個東西呢 可以追溯到這個 追溯到什麼 1990年代吧 我看一下 誒 記一下 BBSU BBSU 誒我也有帳號耶 對 這個這個有 小故事嗎 我看一下 記一下 誒 好久沒 好久沒逛耶 誒 哦 對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是這樣啊 就是說這個 台灣的BBS 曾經會有一千個 一千個站台 然後現在就少很多了 然後這個 這個歷史故事是這樣啊 就是 歷史故事是這樣子 就是 呃 就是 之前呢有個東西叫Phoenix Phoenix Phoenix BBS 這是叫他自宗改的 然後 這個Phoenix BBS呢 其實來自這個Ego BBS 最初呢 最初呢 是從那個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 這個 中山大學 美 美麗之島站 然後 當年呢 就是成年新教授 去改寫這個Phoenix Phoenix BBS 所以看到這個歷史 歷史點過啊 就是1992年的時候呢 這個中山大學的成年新教授改寫 改寫這個BBS 然後 後來呢 這個整個系統呢 就很多 就很多 很多變化 然後 包含說 交大志工 親大志工 然後 我們成功大學 也有這個 相關的開發者 包含說我以前 也有做這個 做這個 系統開發 然後呢 注意到呢 以前的BBS要解決一個很 很酷的問題 什麼問題啊 就是 有一個東西叫水球 對吧 你要知道這個水球的功能 其實想想 有點難啊 這個東西呢 難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呢 以前的BBS城市呢 是一個Demon 就是一個背景城市 就是以前那個 就是每一個 連線 因為連線 我們是用Telnet Telnet連線 然後後來才加上SSH連線 一開始是BBS的連線 所以那個 在一開始呢 在那個 在那個像PTT啦 或是其他的 這個 像是風橋義戰的BBS 它就是一個 我們稱為叫做BBSD 這個D呢 表示 表示這個Demon D A E M O N BBSD 這樣的背景城市 然後呢 那這個 這個 背景城市呢 那其實 每一個背景城市 都是一個Process 好 那所以呢 我今天如果要做到水球功能 其實這件事很難的 因為水球的話 是讓兩個人可以通訊 對吧 然後呢 所以 你看到 因為你的連線跟我的連線 就是不同的Process 所以呢 中間就需要用到什麼 就用Share Memory Share Memory 去讓這兩個Process可以通話 對吧 這樣可以理解吧 然後呢 但是呢 這個水球你要知道 還有一個很神奇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 會有全戰廣播 全戰廣播就是 戰長可以 發訊息給這個 目前上線的人 所以目前上線的人呢 本身呢 就要有一個機制 對吧 要知道說 誰在線上啊 對不對 像這種 然後可以去查詢網友啦 或者找人聊天 那這個背後呢 其實都是什麼 就是有Share Memory 好 所以請你注意到這件事 就是這個 呃 像 呃 像是BBS這樣的一個情境呢 我們就用到 就用到Share Memory 然後呢 你看到這邊什麼 SHMCTL 這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跟Share Memory有關的那個 機制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像這邊兩桌 這個什麼 呃 看到一些錯誤訊息 然後跟你說 可能系統的Share Memory不夠大 所以就是請你去調整 增加那個Share Memory的那個範圍 好 那你看這個程式啊 就很有趣啊 一旦呢 我用到這個 Share Memory Open 然後搭配MAP之後呢 欸 後面操作就很缺啊 後面操作就跟一般的指標操作是一樣的 你存取到你想存取的地方 這是Sender 那Receive在做的事情呢 其實也是一樣的 它就是去讀取特定的記憶體空間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東西的威力吧 這個東西的威力就是在座呢 它用一系列的介面組合 然後之前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看到它這個對應的輸出 好 然後在這個 這邊有個目錄啊 就是這個DVSHM 就看到這個系統的 這個Share Memory 這個 如果你有執行程式的話 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在這邊來講我 我沒有特別去見那個Share Memory的程式 然後注意到呢 上面的東西看起來很美好 但是有個很麻煩的問題 因為呢 這個 一邊是讀取 一邊是寫錄 對吧 那讀取跟寫錄 可能會 會不會同個時間發生 會 好 所以這時候呢 就有同步問題要處理 那底下呢就跟你講什麼 用這個 CNM Atomics 讓你去 讓你去 讓你去改寫 所以注意看程式嘛 這邊呢 那我要讀取內容的時候 你看 就是 我要讀取內容的時候呢 我就是搭配什麼呢 搭配Atomic的操作 去問說我現在可不可以去 可不可以寫錄 可不可以寫錄資料 那我去索取資料 然後呢 底下呢 還有一個所謂的Worker 注意到這個Worker 就是呢 因為我這邊就是 就是一邊要做資料更新嘛 一邊呢我要去 取得 取得 對應的諮詢 所以你看 這邊Request資料 對不對 那另外一邊是 去寫 去提供資料 所以 可以了解到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消費者 那這個就是生產者 好 那所以我們先 先生產資料 然後呢 一旦生產資料完成 就是 資料會一邊生產 一邊會去取得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運用 好 所以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說呢 我們就講到這個 Share Memory 然後又講到 講到 之前提到的MAP 然後 又把 前面講到CMAP的 Automics 就是一併去提及 好 那接著呢 我們進入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呢 我們想來探討這個 物件導向的層次設計 好 這個東西呢 非常有意思 就是 物件導向的層次設計呢 跟物件導向 層次語言 可以是 兩件不同的事情 好 注意大家 我們講物件導向層次設計 是講的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但是呢 這件事呢 其實不見得需要層次語言的 支援 就算層次語言不支援呢 依舊我們是可以做到物件導向的 因為物件導向就是一個 就是一種態度 然後 你有沒有覺得封面很熟悉啊 如果你不知道封面在跟誰致敬的話 你可以去看那個窄本橋的書 來 窄本橋 叫做創新是一種態度 然後 反正我的封面跟他致敬的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跟你講說呢 其實 物件導向其實我們著重的是思維 不要被 語法所局限住 其實真的你願意的話呢 很多程式員都可以做到物件導向 例如呢 你可以用Share Script 像是Bash 就是你可以在那個 Share Script裡面 直接可以做到物件導向 這邊 你可以看到 就是經過一定的包裝 其實你可以 實作出物件導向 然後呢 我們這邊呢 強調的地方是什麼呢 強調就是說呢 就是物件導向是一個 一個態度 你甚至用更奇怪的語言 都可以做到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 就是 你一定很好奇啊 你想知道這是什麼 對不對 有一個程式員呢 叫Blend F 抱歉我不能把它唸出來 然後 這一套 這個程式員叫Blend F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Blend F的語法呢 就是 注意到 你看得懂的地方都叫註解 對不對 看得懂的地方就註解 那看不懂的地方才是程式版 然後 對不要懷疑 這就是一堆你看不懂的程式版 但是呢 它依舊可以做物件導向的 就是真的可以做 不信的話自己去看看怎麼運作 然後 我們現在著重的地方就在於說呢 我們在意的地方是 我們去操作呢 操作一個物件 像那個 我們會做資料的封裝 我們會做資料的分析 然後 然後會有對應的動作 所以其實物件導向的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在於說呢 我們並不是說呢 一定要有什麼多厲害的語法 其實不是 更多的時候是 我們能夠把 資料 那這個資料可能是 一系列的 其中資料 比方說我們講 就是我們今天講 我們今天想要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USB的 的Divide Driver 那大家知道就是USB的Divide Driver 這個東西很困難的地方在於說呢 我一個USB USB 你看喔 一個USB的線 這東西呢 學問很大 學問大的地方在哪裡 你看 就是USB呢 我可以拿來 當充電 這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也可以把它接入一個USB的CAMERA 我可以接入USB的Storage 我可以接入一個USB的一個風扇 也接入USB的Base Storage 這些呢 它都可以有不同的功用 但是呢 不管怎樣 USB 終究會有一個什麼 終究會有一些 基本的功能 基本的主態 基本的設定 對吧 那我們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資料呢 封裝起來 好 那 於是呢 你看喔 我們就可以用物件導致的觀點 去把這個USB 就建立不同的 USB的Class USB的這些物件 我們就把它封裝起來 那它一定有對應的動作 比方說我們有個動作叫PROBE 去確認說 這樣的一個USB的裝置 是否是有效的 然後我會有一個USB的 這個 要做資料傳輸 那我資料傳輸呢 我可能有不同的設定 那我把這個資料封裝 然後還有把它動作 然後呢 這樣就構成它的描述 然後呢 因為USB的裝置呢 它可能會分不同的等級 有的裝置呢 它可能具備多個功能 具備多個功能的裝置呢 我們稱為USB Composite Composite Device 就是一個裝置裡面 它可能具備很多功能 像各位用的手機就很酷 各位用的手機呢 它就屬於這個Composite Device 就是它又可以做資料 它當然可以充電 對吧 就是USB可以充電 對吧 然後它也可以做資料傳輸 所以你可以把手機的資料 傳到電腦上 對吧 那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沒有 它還可以用那個 像那個 如果你有寫個Android程式 你就知道Android有個叫什麼 ADV Android USB ADV 這東西很酷啊 就是 你就是一支手機呢 然後接著USB線 做一些簡易的設定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你的電腦去遙控你的手機 或是你去更新你的手機內容 把你手機的資料呢 搬動到 搬動到你的電腦上 你以為這樣結束了 沒有 還有一個東西很酷 ADV還可以搭配一個東西叫DDMS 這可以做什麼事啊 這東西呢 就可以來監控 這超酷的啊 就是呢 你可以去監控呢 監控這個 監控那個Android裝置 我看一下啊 這個已經被淘汰了 就是這個 抱歉我很久沒有寫Android程式了 好 它可以做什麼事啊 它可以監控了 監控 就像這樣 就是你可以去監控 監控這個 監控這個裝置 像這樣 就是 可以把它當下畫面可以 可以 可以輸出 然後你可以去變更裡面設定 甚至可以 要求呢 去 改变里面的状态 总之就是 我想大家要对物件导向 不要只是看语法 如果你永远只看语法的话 你不可能做出一个伟大的城市 你当然也不可能去理解 伟大的城市背后 它的设计哲学 这个封装是一个最基本的样貌 但是注意到物件导向不是做封装 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东西是 Polymorphism 多形 然后注意到 Polymorphism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议题 我们这边做一个例子 这是我以前同事写的一个城市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想到 你需要去测试手机 然后那个是比较古老的年代 就是2007年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去测试手机 然后那手机是触碰的 然后触碰的话 我们有个问题 就是你知道 一只手机 它的系统其实很复杂 对吧 那如果说你要 你看到硬体设计 硬体制造好了 硬体制造好之后 然后你要去测试硬体 是需要软体 可是如果你需要的 用的测试软体很复杂的话 这是会让制造时间脱产 所以我们当时有个需求 就是说我们想要怎样 硬体组装好 就是硬体的PCB PCB layout 那个硬体组装好 然后组装好之后 我们就用简单的软体 就是大概只有3MB的空间 然后把很多测试层次 把它整合进去 然后那时候就开发一个 这样的一个工具 叫做OLTK 那OLTK呢就是 它可以让我们去使用 这个 之前有提到 我觉得挺好玩的 以前做的一些小东西 上课后还用得到 因为那时候就是为了工厂 工厂测试开发出了 一个精简的图形系统 这个系统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它很丑没错 但它最重要就是 因为我们想要让早点的 早点去测试硬体的好坏 我们不要等到一个完整系统起来 如果说你看 Android系统如果整个安装进去 才不可以去测试一只手机 可能太晚了 那反过来说 如果有一个很简单的界面 让工厂的一个操作人员 可以很快去启动这个系统 然后点击上面的按钮 所以这做的抽丑了 但是这不是给一般的用 就是给工厂的生产线的操作员 给他们看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 这东西就是说 我们就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界面 两种你看到 在那个backend的话呢 就只有个界约的open 然后它对应的实作呢 可以对应到是s window 然后也可以对应到frame buffer 那frame buffer就是我们讲的 在Linux在讲一开启 一开启你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小器 Linux系统开启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器 或者也开启一个图示 那这是所谓的frame buffer 然后呢 这个绘图的地方呢 就是 绘图的地方就是会有这些操作 那注意看这个structureGR structureGR呢 它会有这个close update state current 还有这个sample 那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的意义就在于polymorphism 就是说我们除了做资料封装以外 我们资料封装的在西元来讲的话 可以用structure来封装 然后下一个东西呢 用这个指标呢 就可以做一个很酷的事情 你就可以去变换到不同的试作 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物件导向 很在意的polymorphism 然后在LW有这个文章 就是这个叫 就讲科朗里面的物件导向设计 这个东西写的比较长 但请你一定要去看它 你就可以获得很多启发 那我们这边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在我的书本上的第三 三点一节 我跟大家提到这件事 三点一节 Linx kernel里面的大量存在物件导向 那你看到这里 这个东西怎么样 这叫做schedule class 我们知道在Linx kernel里面 有路干的schedule class 比方说会有这个什么 normal的 然后会有rt的 然后呢 那当然后面可能会有扩充啊 比方说dayline啊 或者其他的schedule class 好总之呢 就是我们会有不同的schedule class 但是呢 在这边来讲都有共同操作 比方说这边有enqueue dequeue eat 或是check pre-end current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什么 就是 这些呢 其实呢 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个界面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其实就是 物件导向程式开发的一个 一个风格 那我们现在很在意的地方 就是porimorphism 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有趣的叫做什么 就是 例如说我今天要注册 注册CFS 就是注册一个fair fair的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schedule class 那我注册的时候呢 我就把我对应的操作 指派进去 所以你看哦 这有趣的叫做什么 这边就定义了 就是一个界面 它不是就像界面 它就是界面 就是我希望的schedule class 就是要做到这些动作 所以你看 那为什么这边都放function pointer 这就是我当我在注册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指定 对应的 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callback 好 那这些对应的callback 以物件导向的术语来讲 这就叫做什么 这就叫做method 所以注意到 物件导向程式语言 像那个C++跟Java 它们让物件导向程式开发的 有更清晰的语法可以用 但是不代表说呢 你只有运用Java 或是用C++ 才能够写物件导向 事实上 物件导向程式设计 是跟程式员 可以是无关的 只是说 有语法的资源会计更好写 那注意到呢 在Linux kernel里面有大量 大量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这边的话呢 请你搭配我的书 去看出它中间的这个 使用的使用方式 这个就是一个物件导向的例子 那同样的话呢 请你看这两篇文章 那这两篇文章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它其实有类似风格的没有 这类似风格 像这个 某个Operation 然后事实上呢 你在写Fibonacci Driver的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 Fibonacci Driver里面呢 有涉及到VFS Virtual Fire System 那其实里面的Fibonacci Driver呢 其实呢 也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物件导向 程式开发的一个风格 所以就叫 这个Kernel里面的 大量运用物件导向 程式开发 好 然后 好 那么进入到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跟大家讲 讲几个 讲几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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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探讨的 就是这个 呃 呃 跟CSAPP的那个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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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那个Io Io有关的部分 好 一样这个 这个有 这个讲座有录影 你可以搭配看 那这边在讲什么 就是说呢 在 呃 我们要注意到 有个东西叫String Io 这个String Io呢 你很早一早就接触到了 就是如果你大学一开始 就是写那个 呃 写什么 写 写西元 就是如果你计算概论 或是层设计 这么可能 从西元开始的话 那其实已经结束了 像画面都看到这个 Fopen Fdopen 然后呢 它后面搭配的像 那个 Fwrite 那其实这些东西呢 都是 Fread Fwrite 其他都是属于这个 String Io 然后这个 String Io的 它其实有很多 细节是被隐藏的 所以这边特别去讲 好 然后你看哦 就是有些东西呢 呃有些东西 乍看好像很单纯 然后说一个 有一个韩式的叫 It's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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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SCII 有一大堆什么 一大堆这种韩式 那你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 这是 It's l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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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看咯 It's lower 或者它是什么 就是检查了一个小写字母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个字元 然后呢 但是奇怪啊 奇怪的地方是什么 奇怪的地方是它的回传形态 竟然是整数 奇怪啊 这个这个这个 它不是字元嘛 对不对 它不就是个字元 但是回传形态 为什么是个整数 对不对 你们有想过这种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不只是这样 甚至呢 像get写学啊 对不对 你就算不看main page也知道 它就是要什么 它就是要什么 从那个 从你的标准输入取得一个 取得一个资源 对不对 get写学啊 对不对 这听起来很自然嘛 就是从标准输入取得一个资源 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想过 它的回传值竟然不是资源 你看哦 你明明就是取得资源 可是呢 你的回传形态竟然不是资源 为什么是INT 注意到呢 在LP64的这个data model来讲的话呢 一个资源呢 它是八个bit 也就是一个byte 那一个integrate呢 是四个byte 所以奇怪啊 为什么西元会造成那么大的浪费 西元不是很讲究效率 为什么会用更大的空间造成浪费呢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了 这就是考虑到一个额外的问题 叫EOF 就是说呢 我们为了要考虑到额外的一个什么 额外的状况 也就是说 我今天不管就是读取档案 或是读取这个 从标准输入 读取这个资源 其实呢 我可能会遇到什么 我可能会遇到结尾 或是遇到一些例外状况 考虑到这个状况呢 所以呢 这个当初呢 设计西元还是库的人 就做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 考虑这个EOF的存在 所以特别加这样的一个机子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讲座呢 就特别去讲这件事 请大家可以看 搭配看 那里面还有做一些说明 那也有回顾那个CSAPP 第八章的内容 然后有讲到这个像Exection 甚至还有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Signal 好 好 一样 请你搭配看这个讲座 来来来来来 理解 中间的观点 然后 CSAPP 第十章呢 就讲到这个 Io 然后这个 如果你还记得 我们在lab 只有那个作业 就是 短学期第一 第一周那份作业 那份作业呢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其实那份作业呢 把很多 我们这学期想要探讨的主题 都涵盖进来 虽然我没有特别讲 好 例如呢 在那个 那边只有那个程式 其实你会看到说 里面其实就有用到这个 讲到那个 Rio Nobust Io 那Nobust Io呢 其实是CSAPP 包装的一个 一个系统界面 然后这个包装系统界面呢 就有考虑到这个 有Buffer的Io 跟没有Buffer的Io 然后 他 对 就Buffer的Io 然后 然后 他有中间就有去 特别去探讨 他做这样的一个 封装 的考虑因素是什么 那 有Buffer的最大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去提升整体的Loop 但是呢 他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延迟 所以这要看情境 有的情境就是希望有 有 藉由Buffer Io 去提升整体的Thruop 但是有些情境呢 是希望可以降低延迟 就是 只要有输出 就赶快输出 不要不要的 放到一个缓冲区里面 好 那这边呢 也提到这个TTY 然后也提到这个Saki 然后呢 就是 你在阅读完7SAPP第十章之后呢 你可以试着去回答这几个问题 那如果不能回答的话呢 请你回去看 有很多可能有些缓解是你不能理解 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终于可以前进到 我们的Device Driver 好 这个前进到Device Driver了 好感动 好 这个讲Device Driver呢 我们就要讲到一个大大 就是叫Greg Ketch 这个Greg Ketch呢 是Linus Kernel的第二号人物 其实Linus Twas已经好几年 就是 就是他 他其实还是有在写程式 但是这个 开发量 其实已经 已经 已经相对少了 但是Greg Ketch至今还是 大量的大量的这个程式码开发 然后我就借用他的简报 来跟他介绍 这边呢就是讲那个 拽文Model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搭配看那个 Greg Ketch他的那个演讲 好 我们这边就帮大家做 一些重点提示 好 注意到这个简报呢 已经过一阵子了 不过这个还是第九明星了 然后 Grad Ketch呢 作为Linus Kernel的第二号人物 其实他 除了开发新的 新的版本以外呢 他也维护很多 所谓LTS Long-term support Long-term support Long-term support的 Kernel版本 你可以想象说呢 Linus Kernel就是一直 一直走在最前面 Linus Twas就一直走在最前面 所以 最新的Kernel的开发 就是由Linus Twas去决定 去维护的 去设想 然后Grad Ketch呢 就会 除了开发新的Kernel以外 他也会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去维护 稳定版的Linus Kernel 所以每一个稳定的版本 其实都有Grad Ketch的痕迹 好 好 然后 在Kernel里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K Riffins 叫做Riffins Counting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们其实在更早之前 我们就看过了 在哪里呢 在Figgo Nice Driver 我们之前在讲 Kernel module的载入 其实就讲到Riffins Counting 那我们之前有一周的测验题呢 就是做一个简易的Riffins Counting 然后呢 这个机制呢 就是在Kernel里面 就也是存在 好 然后我们前面有讲到 Kernel有这个 物件导向的这个 层次开发 其实就反映到Kernel里面 在Kernel里面呢 有个东西叫K-Object 然后注意到 这个就是Kernel里面 用来实作物件导向的开发 主要Kernel呢 之所以重视物件导向呢 其实就是因为说呢 有各式量的装置去用程式 在Kernel里面呢 装置去用程式 占了70%的程式嘛 就是Kernel的程式码 3000万行 然后你可以想 有70%是Divided Driver 那这些Divided Driver里面呢 其实会需要一个很明确的界面去封装 然后它可能会有些继承关系 然后呢也会有刚刚讲的朋友费成的需求 然后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一旦你的Kernel Martio挂载的时候呢 你在Sys Fire System呢 也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它相关的资讯 那这个大家写Fibonacci Driver的时候 应该就有见识到 然后过程中呢 这些属性 所以你看这个物件的属性呢 就会借由SysFS揭露出来 那你可以借由SysFS去变更Kernel Martio里面的设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样的一个物件导向呢 在Kernel里面做的很特别 然后呢 把若干的KernelObject包装起来的 就叫Kset 好 然后 那所以呢 我们所谓的Divided Driver呢 就是一系列这样的一个KObject 然后Kset的这个组合 然后 然后 那 一个Divided Driver里面呢 它就会有 刚才讲的Proven 会有银路的操作 那考虑到电路管理呢 它可能会做 Resume 然后Suspect Shutdown 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它有各式各样的Attributes 然后这些都有一个预设的一个主态 那在Kernel里面呢 物件然后最测的地方就是这些Divided Driver 可以看到它这个痕迹 虽然用西语言 但是还依旧可以写出很干净 很漂亮的城市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这些认知 就算你用物件好像城市语言 用焦啊 还是可能会写出一大堆 Supagetti 意大利面的风格的城市 好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边就是讲那个 建立这个Divided Driver的流程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大概也有接触的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就是去看它的那个形态啦 然后指定它的这个 注意到这个Parent Point很重要啊 因为这就是涉及到继承关系 注意到这个东西都跟继承关系 然后就涉及它第一样的Attribute 那这个Attribute呢 可以借由SysFS去取得 所以这个东西呢 很强大喔 你看喔 像这个 像这个你到SysFS啦 然后呢 你就看到说这个Devices 那你看我可以看到好多的Devices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 这个树状结构的啊 这个这个目录结构的东西啊 其实就是 来自这个Divided Driver所揭露的资讯 然后这些东西呢 都是借由刚刚讲的 KObject KSets 还有各样的Attributes 所揭露出来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个东西呢 乍看的好像看不懂 那其实就是由 已经运作中的系统 所揭露出来的资讯 但是你可以当作一个 档案的方式呢 去存取 可以看到里面的资讯 例如说呢 我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可以看到 CycleConf 所以可以看到说 像我这边就可以看到 里面的资讯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就刚刚提到 就是 这些所谓Attributes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在科罗里面讲 物件导向呢 并不是让你写成是 用什么神奇技巧不是 而是呢 就是让你了解到 我们今天的科罗 它可以 封装 可以去继承 可以多喜 然后呢 可以让你更聚焦的 在这些物件本身 更聚焦在 我怎么让物件 跟物件之间 可以交流 物件跟物件之间 怎么去互动 而并不是让你去写一个 非常复杂的框架 其实不是啊 科罗的其实大部分的地方呢 大部分的地方呢 还是一个平铺直序的描述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 涉及到说 怎么去注册啊 怎么去注册啊 怎么去注册一个装置啊 然后怎么去 它的那个相关的流程 好 好 这个 你可以搭配看 Greak H的那个演讲 好 然后 接着我们来看 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 下这个 然后那个 哦对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关于那个timers的部分啊 timers的部分就是在 教材解说2 所以注意啊 本周看起来很多啊 但是其实没那么多啊 就是 嗯 就 就是 交叉对照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那个 看哪个部分呢 看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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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Divide Driver不见得 只能 只能在 Links Kernel啊 其实有些Divide Driver呢 他是用 User Program 形式存在啊 对没有听错啊 就是 呃 你可能会认为说 一定要写Know Module才能够去写Divide Driver 其实不难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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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Divide Driver呢 例如X Windows X Windows呢 S Windows的那個 主体的那个Divide Driver 事实上他是在User Space 对 你没听错 User Space 那这个 这个讲座在做什么啊 就是跟你说明了这个 呃 呃 在User Space怎么去操控这些走边 啊 而进而去撰起一个 能够运作的Divide Driver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其实会有栽入一些简报 然后这里有这样对面录影 这个里面很多演讲 其实都是Linux基金会所举办的演讲 这个非常棒 就是你可以看到第一手的消息 Linux基金会通常每隔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研讨会结束之后 就会把这个相关录影 上线 当然如果说更好的地方就是 行动去支持 其实支持这个演讲 那我们每年也会鼓励同学 去参加这个Linux基金会 举办的研讨会 然后我们也有去投稿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讲座 你如果常看 那个Linux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 你会看到有些人就老面孔 常常会看到 每年都会来一下下 这亏实就属于其中的老面孔 好 然后我们讲这个Divide Driver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类是这样 你可以看说 我们会有像Fibonacci Driver这种 Fibonacci Driver是什么层级的 其实它就是在这边 对 然后User Space 就是透过Open 透过Lsync 这些系统呼叫 去跟Divide Driver互动 这是传统的模型 这边的话就用OpenReadWrite Lctl或是Lsync 这些系统呼叫去存取 然后你可以存取的 装置就很多元了 就会在Divide的目录底下 有很多不同的装置 甚至帮助说像TTY GPIO这些都可以 事实上我们可以不撰写Curnal Module 直接用User Space去控制周边 这是做得到的 这边就是举例说怎么做 例如说有一些Divide Driver 像GPIO Curnal的GPIO 事实上它有这样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它有揭露一些界面出来 给User Space 这有一个东西叫E-Sports E-Sports就是把GPIO的操作 以Sports出去给User Space 如果你有用树莓派 树莓派的话 其实你可能就有看过这样的东西 E-Sports 像这边的话就是做个示范 就是说它用树莓派 树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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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就用杜邦线 把它结个杜邦线 上面有三用电表 你看看 然后它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它想要去变更里面的电位变化 一旦电位变化的话 就会有电流变化 这个电压就不同了 低電位的話就0 高電位的話就是3.3伏特 然後你看這裡面的運用很有趣 你就可以先做什麼 我要求某一個GPL PIN 像這個24PIN 編號24的PIN 這個就是你要去查 查那個數媒拍的手冊 知道它那個PIN角對應 然後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把這個操作把它export出來 你捨不出來之後有缺點是什麼 你就會在user space 控制 你要把那個PullLong 就是把那個設定成低電位 就是設定成0 通理把它設定高電位 變成1 就變成高電位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看到這個變化 你說這樣的話有什麼意思 這可以有意思 就是你可以接一個燈泡 對不對 所以可以接個燈泡 然後你就可以設定一個什麼 HIGH跟LOW之間的間隔 HIGH 然後LOW HIGH ROW HIGH ROW 設一個時間間隔 就會做到閃爍 然後你可以控制時間間隔 有時候長有時候短 長度長 這個可以做到呼吸燈 底下就有這樣的一個示範 然後在這個數目牌上面 你可以執行這個命令 就可以讀到它的相關的資訊 包括它的電位 包括它的供電 或是它的對應的角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個就是 有一個這樣的框架 GPL的框架就很強大 你可以看到說我甚至可以寫個這樣層次 像剛才講的 我就去做這樣的一個設定 然後你還可以搭配PWM 然後可以做到就是用高跟低去控制明亮度 就是我們要做到像剛才講呼吸燈 或者做到一下暗一下亮 其實你從頭到尾還是0跟1的變化 只是它就是一個Duty Cycle 也就是說我在一個周期裡面 1的時間比較多還是0的時間比較多 那如果可以去控制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控制亮度的變化 那底下後面還有一個I2C的 請你去看 那其實USB裝置也有類似的 所以注意到就是 這個講座並不是叫你說完全的 不去理會Devite Drive 其實這個講座在做什麼事 是你要怎麼去運用Ninx Kernel 原本就提供的機制 然後讓你運用Kernel的機制 注意到我們在這本課 其實我們在這本課 我們課名叫做Linux核心設計 Linux核心實作 並不是要讓你看懂每一段Linux Kernel程式 注意到這是不可能的 就算Linux滑子也不可能看懂每一段程式 因為現在是3000萬那麼複雜 但是你可以了解一些Kernel 一些很重要的概念 比如說Everything is via Description 你可以了解這個概念 你可以了解Kernel人像OP 你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你就可以起來做運用 然後像這邊來講話 就是Kernel本來就有 剛才提到Kernel本來就有一些機制 然後這個機制你去善用的話 你在Use Space 依舊可以去控制 像剛才提到的數媒派 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們來講前半段最後一個部分 就講這個 什麼運用GDB來做debug 一樣這有錄影 然後有沒有看到又熟悉的人對不對 又是Chris 對 Chris Chris阿伯又來了 你可能好奇 他真的是阿伯啊 Chris阿伯 就是你在台灣 常常會有那種 35歲以後就不寫程式 類似這種話 但是你會看到 我覺得OpenSource 就會遇到很棒的事情 你就會遇到那些 年紀很大的阿伯 但是依舊每天寫程式 這就是阿伯 年紀很大 你看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這四年前 四年前看起來那麼老 當然現在就更老 但是它就是這麼老 但是依舊還是每天寫程式 而且樂於跟大家分享 所以有時候 你不能只看台灣的環境 有時候只看台灣的環境 就會比較拼擦一點 當然台灣還是有好的地方 像我最近看Netflix的影集 那個人選之等 其實很感動 感動的地方就是 民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我們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 真的很不容易 好 回來 這也是為什麼要大家去多看外媚的世界 其實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人 我們在台灣其實就是 工程師摺損得太快了 在以前科技新貴的年代 其實大家就是民心說工作幾年退休 其實就是磨損 趕快磨損我 趕快賺到眼前的錢 沒有想到永續發展 但現在很顯然我們就是真的要來思考 各方面的永續發展 環保 工程 其實這些東西都必須要永續地去想 好 Kris阿伯又繼續跟我們講 如何用GDB來做debubbing Kris阿伯有一本書 就是Packet出版社 它的有很多電子書 品質不錯的電子書 它的展示就是用樹米派來做展示 然後它就是教你說怎麼去建構一個完整的系統 它有提到一個東西叫Yakto 尤其大家在工作的場域其實應該用得到 就是你以後工作的地方 如果有用軟刃的開發 而且開發Linus Yakto基本上是跑不掉的 因為就是說它可以來建構整個系統 我們說Linus kernel是一個 Linus其實是作業系統的 kernel 要讓Linus可以運作的話 其實需要很多不同的套件 讓這些套件能夠編譯能夠重整 就需要很多工具 Yakto就是這樣的一個工具 我們把它叫做Playform Builder 就是建構整個Linus的一個發行套件 叫Distro 這叫Distribution 然後這個東西厲害的地方就在於說 它可以支援不同的CPU架構 然後可以依據你的主態 設定說它是比較小的系統 或者比較複雜的系統 然後我們講這個拖券 GNU拖券就是說這個拖券是由GNU 自由軟體基金會 GNU計劃 所產出的拖券 那就是GCC編譯器 加冰毒貼體 Assembler Linker 還有系列像READ EF 工具程式 再加C的Library 再加GDB 然後這邊要釐清幾個事情 像這個我們會區分成NativeBuild跟CrossBuild 就是大家平常寫程式就是在Native 就是你在你自己上電腦寫程式 寫出來的程式在自己的電腦上開發 這個就是Native 然後有一種前進是說 比方說你用的電腦是S86的電腦 但是你去編譯出特定的架構 例如說你的電腦是S86的電腦 假設你一台電腦是S86的電腦 但是我上面可以有不同的拖券 像我這邊來講話 我就可以產生On64的 就是你看我這個拖券 它可以產生On的架構 所以我這邊 像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 就是我就可以去 我就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可以去指定 好不要說我這樣子 好那我這樣的話就是我有 然後我就可以去指定 我要去產生 你看我是在S86架構 但是我就去建構 建構出On架構的執行檔 好那我就把這樣的一個行為 就稱為叫Close Close Compilation 所以你看我這邊來講話 把那個就檔清掉 再知道 你看我在S86架構下 我去建構這個 按個執行檔 那我就把這個叫什麼 叫做Close Compilation 那 Yakto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是工具的強大地方 好那這邊就教你怎麼去建構 有拖券 其實多數的情況下 你是不需要自己建構的 你可以直接用現成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需要一些客製化 如果你需要一些客製化 比方指定不同的版本 你想要用最新的版本 或是用相對舊的版本 你很好奇為什麼有時候要用舊的 因為新的不見得好 新的可能有些bug 然後更關鍵的地方是說 有時候就是因為有些產品它已經出貨了 你想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用的是某一款的Android 那某一款的Android 它就是只能搭配某一版的拖券 如果你用太新的拖券 有可能會導致一些不相容問題 所以考慮到相容性 考慮到一致的表現 所以我們可能有時候就像舊版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可以用 CrossNG這個工具 幫我們去建構對應了 指定不同的版本 你可以指定不同的GCC 指定不同的BNVT 指定不同的GDWC的組合 好 然後這邊的拖券會有這樣的開頭 你看就是prefix 像這個 Aarch64 Nung Linus Gnu 它就不同名字 一般來講擺在之前面就是architecture 所以它可能像Mips Litle Andy 以這個例子來講就是 Architecture 64 bits 64位Nung 然後還有Vendor Vendor的話就是 可能是Nung 也可能是Unknown 就表示Vendor 表示沒有特別指定什麼樣的供應商 然後再來是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叫Linux 指著說這個編譯出來的程式 針對Linux 好 好 然後還有個支援這個作業系統 比方說這邊兩部就寫的Linux 好 好 然後這邊有些ADI 我可以先跳過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叫SysLoot 這個東西最主要的存在就是 我在編譯程式碼的時候 我可能需要去指定有些已經編譯好的Library 那就可以用SysLoot 好 然後 好 接著接著 終於還潛進到GDB 好 這個GDB的話 我想大家之前在第一週的作業 其實就會感受到 但是注意到 這個我們編譯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些小訣竅 小議題要細節 但是很重要 就是說這個 不會讓GDB可以正確的debug 符合預期的debug程式 其實有些必要的資訊要加進來 預設的狀況下 是會把一些原始程式碼的資訊加進來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做一些單步資訊 然後你可以把更多資訊加進來 比方說你可以加一個G3 表示什麼 把很多聚集在內的資訊 可以加進來 你可以甚至再加入額外的資訊 去提升debug的資訊 然後為了讓debug更有效率的話 更有效果的話 你可能考慮要把最佳號關閉 抑制的最佳化 比方說O0 然後甚至在GCC還有一個選項叫OG 就針對debug的需求去做最佳化 它有最佳化 但是還是保有能夠去debug 今天我們要講個很重要的東西叫remote debug 你想一件事 假設我今天要對一支手機做debug 你要知道以前手機其實運算能力很弱 現在手機很強的 所以也許現在可以在手機上debug 但是以前手機很弱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事實上它是這樣 就是說你有一個host端 對吧 然後透過網路連線或是透過某種線材 像有USB線 然後我要去debug 所以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GDP是執行在哪裡 其實GDP是執行在host端 但是它會連到一個東西叫GDP Server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就可以 因為GDP Server是小城市 然後它就可以把當下在target上執行的行為 告知在執行在host端的debug 那我們把這樣的東西叫remote debugging 就是說我不是把debug直接安裝到target上 而是在host端上 但是藉由一個代理的城市 GDP Server這樣的一個城市 像我們一個專案叫rv3.enu 這個專案裡面我們也去實做了GDP 所以它也可以做remote debugging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有確定是說 我們一旦支援了這樣的GDP Remote Debug 那我就可以運用GDP Remote Serial Protocol GDP RSP 那這個什麼用呢 就是說我今天我做一個模擬器 我除了載入risk file的程式以外 其實我可以要求GDP 對這個模擬出來的程式進行debug 所以要這個很重要 你就可以去排除一些問題 好 好 這是remote debugging 那一樣呢你要有些 好 那底下有些操作 比如說設定中段點啊 好 然後 印出相關資訊啊 然後 然後 你還可以運用這個ty 這樣的一個界面 可以讓你在什麼單步執行的時候更好展現 然後你甚至可以用7GDP 有一個更漂亮的這個界面 甚至還有像這樣的一個界面 不過這個老東西啦 這個已經是老梗了 好 然後 呃 有一個 大家可以去嘗試的 就是那個VSCode VSCode 它的GDP整合越來越好 就是之前有些問題啊 在越來越好 好 那後面呢像那個StackFrame啊 還有一些什麼 怎麼去debug library啊 然後還有一些 噢 還有一些code down code down 這個東西有趣 這個注意啊 這個cool 這cool是什麼東西啊 這cool是個很古老的東西 這個cool 這個東西呢在unis出來之前就存在啊 這個這個 code down 最好 這個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東西啊 這東西呢是 是哪個年代我看看啊 很古老啊 我記得這張不可考 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找到它的典故 在OS360那個年代 反正古老啊就是這個unis都還沒出來那個年代就有了 好 這個東西要幹嘛啊 就是說呢在古老的電腦啊 注意一下看背景啊 就是在古老的電腦啊 就是當時用磁心記憶體啊 磁心記憶體的話呢 就是像這種的 用一條線一條線編織出來的磁心記憶體啊 好 那再來1950代1960代那個年代 那個叫磁心記憶體 當時的記憶體呢 跟我們現在的記憶體已經是截然不同的東西了啊 好 但是呢 當時有些有趣的想法呢 就發現啊 就是 因為當時的這個記憶體啊 就是 存取速度很慢啊 那 當時呢 人們呢 開始去執行一些程式啊 那執行程式的時候呢 就會有些 有些 錯誤啊 那 人們不知道怎麼去排除問題的時候呢 就是把那個磁心記憶體啊 對不對啊 就是這樣一條線一條線編織的東西啊 把它印出來 哦 對 把它印出來 所以這個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動作呢 叫做Core Dump 就是把磁心的內容 把這個磁 磁心記憶體的內容 把它 把它清倒出來 然後呢 後來呢 這樣的東西啊 你要知道 這1950代的東西啊 1950代1970代 UNIS還沒出來之前呢 但是已經有這個 已經叫做書 就是把這個 記憶體的資訊 把它倒出來啊 把它清倒到某個地方去啊 這個叫做Core Dump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機制呢 很重要啊 因為呢 做一種 一旦有支援Core Dump機制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更好去排除問題啊 因為很多時候呢 呃 我們沒辦法在一邊執行GDP 一邊執行程式啊 什麼時候不行呢 例如說你可能 因為 如果你一邊執行程 一邊執行程式 一邊GDP的話啊 呃 就是用GDP去啟動你的程式 那你的程式 那你的程式執行會變慢 所以有些時序上就會錯 這是一種 那另外是有些程式 它本來就不 不准用GDP去執行 它有可能有一些防範機制 啊 或者說呢 有些程式它就是 只會在某種情境 它才會crash 用GDP執行的時候 反而不會crash 注意到 這個在並行的程式 常常會發生的 這兩次啊 有些程式呢 你用GDP單不執行的時候 是不會反而crash 或者是你用在GDP載路的時候呢 它是不會出錯的 但是你單獨跑的時候 它會出錯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需要用Codump 然後呢 要求從作業系統去 把這個 這種資訊把印出來 然後你看到 Codump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當下 注意到 Codump就是 當下 記憶體 執行一個程式 它的樣貌 它的執行內容 就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 Codump的 作業系統提供的 Codump的輸出 然後呢 作為什麼 作為我們的 GDP的輸入 那我們就可以來 分析程式 後面就是講說 我怎麼去Codump 可能去用這個Codump 好 以上呢 就是 欸 對不對 還少講一個東西 對 還少講一個東西 還有一個東西 還有一個東西 Divide Tree 最後這個Divide Tree 也是有錄影 所以我們這邊 只是講幾個關鍵 詳細去看 看它錄影 Divide Tree 其實在Linux kernel這幾年 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它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就是 傳統 傳統來講的話 我們傳統的開機流程 會有些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好 就是在傳統的狀況下 我們會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 因為其實Linux呢 不是直接啟動的 我們在啟動Linux之前 會有個所謂的Blue Loader Blue Loader Wooots Loader 然後 我們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六層 給大家看 就是 Good Loader 好 對 就是我們系統的啟動 注意到系統的啟動 可能會更複雜 就是 你可能以為開機之後 就跑Linux 7 不是 其實開機之後 你的電源 一上電之後 你的電腦 其實它是會先啟動它的Long 就是它在它的 唯獨的記憶體裡面 有一小段程式 然後這一小段程式 會載入另外一個小程式 然後這個小程式 再載入一個大一點的程式 這叫部落人 所以就這樣 這叫部落人 那為什麼要搞弄複雜 因為呢 因為我們開機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周邊 我們的主機體 其實都還沒出實化 所以我們一開始 唯獨的記憶體的用途是什麼 就是唯獨的記憶體 它就是要 它就是去嘗試去出實化一些必要的周邊 但是它不可能出實化一對周邊 所以這次來講話 我就出實化一小塊的空間 所以我們不要說 先出實化一小塊的s-ray 然後呢 這個一小塊的s-ray 就可以來載入一個比較小程式 叫部落人 以這個例子來講 Uboot 然後這個Uboot是一個相對比較小的程式 它就載入一個完整的大的系統 就是Linus kernel 那Linus kernel一旦載入起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載入各式各樣的程式 人機介面的 網路上想像的程式 所以主要這是部落人 然後這是在路落之前的一個更小的一個程式 然後呢 以前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開機既然分那麼多步驟 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在於說 我們需要 反覆去傳遞不同的資訊 例如呢 S-ray的起始位置 例如呢 S-ray的範圍 這些資訊呢 都需要有一個方式去描述 所以呢 這個 這個就是很多很 攏於的資料 也就是說 Blood跟Linus kernel 可能會有一段程式嘛 它是怎樣 它是重複的 就是硬體的描述 我要去描述硬體 S-ray從哪裡開始 我要去描述我的 我的 有哪些周邊 我要去描述說 我的 系統來講的話呢 它的 範圍 對不對 這些資訊呢 其實有很多很多都是重複的 所以 Device 3的存在呢 就是去 用一個 描述 像畫面中這樣的一個文字的描述 然後呢 再藉由 compiler 對 沒有聽說 它會有個 compiler把它轉成一個二進位的形式 那這二進位的形式呢 可以給Uboot去存取 也可以給Linus kernel去存取 所以你只要維護一個內容就可以 然後可以同時讓Border 還有讓Linus kernel可以去存取 當然不只是Linus kernel 包含其他作業系統 只要能夠支援Device 3 它也可以去讀取這些資訊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很重要 尤其在嵌入式系統 尤其在嵌入式系統 這很關鍵 就可以去降低 降低的一些 重複的開發 然後呢 這也可以讓你的系統開發更聚焦 就是 就是有些資訊呢 是跟平台有關的 有些東西是跟SoC本身有關的 有些東西是跟CPU價格有關的 那這樣的分工就會更明確 在這個講座呢 就跟大家講這個Device 3的描述 還有它一些階層關係 一樣這個錄影 請去看它 好 簡單就跟大家介紹到前半段 所以前半段我們就跟大家講這個 機體管理 裝置取消程式的一些議題 那這些議題很重要的地方是 因為我們在期末專題 那期末專題呢 有一些同學會來 從事跟機體有關的部分 那有些同學會跟 會同入這個 裝置取消程式有關的議題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我就特別去講這個部分 然後在後半段的話呢 請你參考這個 我們教材解說的 第二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教材解說就發展說 Timer啦 Scapacity啦 還有跟這個 Otomics 還有跟這個 Kernel裡面的這個 資料結構 資料 資料結構有關的部分 那就是請你去參考 相關的描述 然後我們本週呢 也會有對應的這個 測驗體 來檢視大家對於這個 機體管理 還有像這個 Share Memory的 這方面的認知 好 那我們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